第27章 张诚 你要是能住进江山的房子 我就能和他结婚 从咨询室回到班里的时候 数学老师已经在讲卷子了 小黄瓜脾气好 也没说什么 看了路过一眼 继续讲自己的卷子 路过刚坐下 张诚就凑个脑袋小声问道 老师找你什么事 他隐约猜到可能是路过父亲来学校了 不过这种事情当面问肯定不合适 所以张诚曲线救国 表现出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模样 果然 这个策略效果不错 路过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可从路过嘴里听到的答案却让他大跌眼镜 没什么 老师让我放学以后和他一起回他家 张诚瞪远眼睛 以幽怨的口吻抱怨道 不是 路过 你不至于和我开这种玩笑吧 路过头以认真的眼神 我没和你开玩笑 江山让我以后住他的房子 路过说的都是实话 只是隐藏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情报 房子不是白住的 得花钱 他和江山住的不是一间房子 而是两间 张诚抿着嘴 迟疑了一会儿 在心里酝酿好想说的话后 认真的看向向南 咱俩好歹也认识三年了 对不 嗯 这两年我对你还算不错吧 至少和其他人比和你关系更近一些吧 你说的对 那不就得了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还拿这种狗都不信的话忽悠我 你觉得我会信吗 路过摇了摇头 不会信 路过此时已经摆正了身子 张诚依旧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路过 你要是能和江山同居 那江山以后就能当我老婆 话音刚落 一道清冷带着丝丝杀意的声音 漠然在张诚身后响起 张诚整个人顿时将住 与此同时 整个班里忽然安静了下来 就连小黄瓜都好奇地看了张诚向南一眼 张诚 你和我出来一趟 江山抱有歉意地对小黄瓜点头示意 带着不争气的逆子走出班级 他拿十一班学生当自家人都看作轻生的 可张诚这个逆子竟然在背后说出 想要和他结婚这种话 不管是不是开玩笑 今天他要让张诚知道班人的威严 小黄瓜看到江山离开 继续投身卷子上 他对江山的突然来访丝毫没放在心上 在他教的另一个班 小崔这个班主任做事比他还要过分 一节课最多能打断他三回 江山这就是洒洒水 再见 路过对着张诚的背影幅度 轻微地挥了挥手 随后摆正坐姿开始认真听讲 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 下课的第一时间 路过没有接受张诚和其他人的邀请 说了一句要等陆宁宁 以后就坐在椅子上 回味江山上杰克讲过的真体 没多久 陆宁宁从门口走了进来 哥 陆宁宁并没有因为路过的离家有任何不适 相反 他由衷为路过感到开心 路过看了陆宁宁一眼 把林梦早上给他的银行卡拿了出来 先等等 有一件事 我要和你说一声 这里面有十万块 路过把卡递给陆宁宁 以后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了 不用给几亿 陆宁宁惊讶地看了眼银行卡 又看了看眼前一本正经的路过 他相信路过说的都是真的 卡里有十万就一定不会少一份 只是这个时候 哥哥给了他这样一张卡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想不开 一股恐慌忽然涌上心头 哥 别多想 我现在情况很好 那 那这张卡 这是另外一张 怎么来的你不用管 你知道我手上还有三十万就够了 三十 万 听到这个数字的瞬间 陆宁宁目瞪口呆 惊讶地看着自家哥哥 他很想问问 这笔钱究竟是怎么来的 但路过得到存在 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错误已经犯过一次了 第二次他不想再犯 思绪交错间 陆宁宁猛地想起 昨天下午见到的林梦 他没看到林梦和路过 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可林梦这个人一出现 陆宁宁就难以遏制自己的思维 不由地想到 学校里有关对方家境的传言 哥 这钱该不会是林梦给你的吧 路过淡然地点了点头 是他给的 昨天我卖了他一首歌 这两笔钱 是他的买歌钱 哥 你和他 路过干净利落地打断道 我和他就是买卖关系 没有其他关系 对了 以后我就不回去住了 你和记忆说一声 嗯 哥 陆宁猎犯上 终究还是问道 爸早上是不是来了 来了 路过语气一顿 又走了 路过淡然的语气 完全就不像是在提及自己父亲 而是一个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陆宁宁听出来 路哥对父亲的恨意 可他对此无济于事 只希望哥哥 能在这段外住的时间 养好自己的精神状态 让情绪稳定下来 他能做的 只有在这段期间内 为哥哥挡住来自家里的压力 为他争取足够多的时间 司机至此 陆宁收敛了沉闷的负面情绪 脸上洋溢出一抹微笑 哥 我们走吧 时间一晃 就到了通校生放学的时间 路过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 孤身一人走出了班级 这一次路 宁宁没在门口等着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走出校门 他离开班以后 走向走廊拐角 静止去了江山的心理咨询室 要是是江山中午给的 路过坐了一会 江山大不留心的脚步声 就在外面响了起来 来得挺早啊 坐一会儿 还是现在就走 路过拎着书包 缓缓起身 现在就走吧 江山别有深意地看了路过一眼 看路过准备走出咨询室的时候 忽然开口 早上你和张成那小子聊什么了 我没听全 就听到了他后半段的话 没什么 就说了 我要住你家的事 江山直直地看着向南 在看到路过那张淡然的脸后 心里带着些不愤的他 冷笑一声 你倒是会说话 老师你教得好 啊 江山冷笑道 那就走吧 老师我带你回家 两个人从侧边的楼梯 来到了停车场 不多时 江山就带着路过 走到了回家用的交通工具面前 一辆豪华霸气的机车 江山潇洒的抬腿 夸坐在了摩托车上 座位稍微有些热 不过他还能忍 他拍了拍身后的位置 回头道 上来吧 老师我带你回家 路过看着和机车 毫无和谐感的江山 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以江山的力气 能否扶着摩托 不让他在坐上去的时候 发声侧翻 正想着 耳边再度响起江山的催促 等什么呢 一会儿 小崔该看见了 和小崔比起来 摩托侧翻这种事 似乎也没那么可怕 别不好意思 你是学生 我是老师 让同龄人看见了 也没什么 扶好 腰 路过欲言又止地点了点头 在坐到后座的时候 摩托果然如他所料 微微地晃动了两下 在江山还没说完 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向南的手 就自然而然地 扶在了江山的腰上 好了 感觉到腰上传来的触感 江山哑巴吃黄连 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片刻后 他一拧油门 驾车从侧门离开了学校 张成和发小走在一起 对方虽然是个女的 但两个人哪怕到了现在 依旧是纯洁的青梅竹马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男的女的看不上 女的男的不稀罕 两个人走着走着 一辆摩托忽然从旁边窜过 青梅还在说着话 话说完了以后 始终不见张成回答 心里还在疑惑的他 转头看向了 已经静止不动的张成 回过头时 看到的是张着大嘴 满脸震惊的张成 片刻后 一声巨响默然响起 卧槽 第28章 新家江山驾驶着摩托 穿行在车流中 美女 机车 学生 这三个要素一起出现 总会吸引很多过路人的目光 此时此刻 江山驾车在这路过的照片 已经在一中各个班群里流传开来 小翠事后 也在没收上来的手机里 看到了这张图片 看到路过那张脸 原本还想着 第二天教育江山和路过的想法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是骑车带个人 被看见就看见了吧 这或许就是年轻教师 独有的疏导方式 还是不管了 另一边 在等待红灯结束的间隙 一直保持沉默的江山 忽然开口 对着身后的路过说道 你不是会写歌吗 还有五分钟就快到地方了 唱一首给我听听 路过平静问道 你没有车在音响 江山没好气道 你看我这车哪里能放 就算能放你觉得我敢吗 我是老师 不是地痞流氓 路过笑笑没在说话 嘿 和你说话 给个反应 路过笑了笑 平静回应道 那是另外的价件 江山 你刚才说什么 你有种再说一遍 路过贴心地复述了一遍 我说 那是另外的价钱 江山气笑了 嘴角在微微抽搐着 啊 你行啊 房子我给你找了 车让你坐了 腰也被你搂了 你现在和我说 这是另外的价钱 嗯 严谨一概地吐出一个N字 路过云淡风轻的把手 从江山腰上移开 淡定地握住后面的扶手 红灯结束 江山愤懵地转动油门 速度猛地提起一大截 耳边掠过呼啸的风 路过没有因为车速过快 就有任何恐惧 相反 风打在脸颊上的感觉 让他有些享受沉迷 感受着自由的氛围 路过在心里 答应了江山刚刚的要求 借着车流经过 晚风呼啸的声音 肆意唱道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地向往 前方 在听到身后忽然响起的歌声 江山藏在头盔里的眼睛 眯成了一道缝 原本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洋溢出欣慰的笑容 几分钟后 江山驾车来到了一处豪华小区 通过安保的排查后 二人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 挺好摩托 江山潇洒地摘下头盔 看向一边正正出神的路过 走吧 跟我上去吧 你以后住的地方就在这 路过狐一地打量江山 毫不遮掩的目光 让江山的眉毛 下意识地微微骤起 他不喜欢路过露出这种表情 被这样的路过凝视 总会给他一种 面对同龄人的错觉 江山倒不是害怕和同龄人相处 只是面对这样的路过 总会让他下意识 丢掉老师这个身份的先天优势 老师 你该不会 给我打住 江山粗暴地打断道 有什么话都给我憋在心里 别管这房子哪来的 是谁的 让你住你住进去就完了 路过无奈笑道 我还没说什么 就是想问问 问问也不行 从你嘴里说出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话 行吧 路过不再问东问西 安静地跟在江山身后 乘坐电梯来到了以后的家 江山用钥匙打开了里面的门 推门而入 扑面而来的宽敞感觉 让路过下意识深吸一口气 露出享受的表情 怎么样 这房子收你四千不贵吧 一点也不贵 路过笑了笑 名义上这房子房租是四千 实际可能连一千都用不上 再努努力的话 或许还能赚到一些 江山带着路过到处走了走 看了眼房间的布局 这边是厨房 厨具都是新的 这儿是卧室 旁边还有一间 你想住哪间都行 还有这儿 江山推开卧室旁边的门 看到里面的东西以后 顿时神色一变 板着脸对路过开口道 你以后要是赶在里面待二十分钟 我就立马把你赶出去 路过面无表情 思绪空洞地看着前方 这让江山非常不满 于是江山伸手掐住了路过的脸 脸上的不适让路过回过了神 和你说话呢 听没听见 老师 路过悠悠开口 我就算进去了 也不会让你知道的 意思就是 你的威胁都没用 所以可以松开手了 江山手上力度不减 闻声还加重了力道 他玩味地看着路过 轻声开口 你以为我没想到这点 这间房子 除了厕所卧室 其他地方都有监控 你要敢挑战我的权威 不妨试一试 这次不再是二十分钟了 江山竖起一根手指 超过十分钟 你就可以从这搬出去了 说完以后 江山松开了右手 带着路过前往另外一间卧室 进到最后一间卧室 路过顿时被里面公主丰的装修惊住了 整个房间大体都是粉红色格调 一些地方用了天蓝色点缀 避免颜色太重 给人一种重复感 不管怎样 这间屋子之前的主人生前 不是之前一定是个内心很纯真的女人 简单做出一些判断 路过怀疑地看向身边的江山 老师 想不到你私底下喜欢这种风格 江山的牙齿在微微打颤 脸色稍显甘大的解释道 你胡说什么呢 这间房是我闺蜜过去住的地方 说着 他狠狠瞪了一眼路过 这个房间以后 你不准住 听没听到 好 路过刚要说出这个字的时候 忽然被床头的一个相框 吸住了视线 整个人正在原地 出神地看着照片上的两个女人 照片背景是在日落之时 里面的两个主人公都很年轻 带着一些青色 其中一个人路过 可以辨别是身边的江山 而另外一位 路过觉得有些眼熟 别看了 江山的声音适时响起 那个头发期间 有点婴儿肥的是我闺蜜 长头发的才是我 路过 说完 江山上前把相框拿在手上 看样子是 准备带走 再了解完房间布局 路过挽留准备要走的江山 晚上不在这吃 江山轻哼一声 这个时候 年龄和老师身份 对路过的双重加持 发挥了作用 算了 老师晚上还要享受生活 和你一个高中生 玩不到一块 走了 江山扬起手臂 潇洒地离开路过的新家 目送江山离开后 路过走到窗边向下望去 视线之内 却看不到停车的地方 结果有些让人失望 路过只好就此作罢 思考晚上该吃些什么东西 另一边 江山离开路过新家后 脚步一转 去了闺蜜的家 第29章 陆宁宁离家 家里 陆宁宁放学到家以后 就看到了父母 表情复杂地坐在沙发上 母亲露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表情 父亲一直沉着一张脸 在看到自己回来以后 面容才有所松动 我回来了 陆宁宁有气无力地 应了一句 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 宁宁 你先别走 吉林叫住了自己女儿 妈问你 你哥把银行卡给你了 嗯 是给我了 里面真有十万 我没看 陆宁宁随口应了一声 吉林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宁宁 你认不认识 给你哥那张卡的人 她没和你哥谈恋爱吧 陆宁宁被问的心情有些烦躁 但脸上还是维持一副清冷的表情 给我哥银行卡的 和她都是高三的 家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我哥也不可能和她谈恋爱 妈 没事的话我就回房间了 宁宁 你先别走 一直保持沉默的陆国生 再次叫住了陆宁宁 宁宁 把陆国的卡给我 这笔钱你不能要 陆宁宁盯着父亲的脸 有些不愤地问道 为什么 我哥早上没和你说 这笔钱是给我的吗 在听到陆宁宁提到 早上发生的事情以后 你现在才高一 手上拿着这么大一笔钱 想干什么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别想其他没用的东西 你难道以后 也想像你哥一样 整天不学无数 高考只能考个三本 陆宁宁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这竟然会是自己父亲说出的话 说陆国不学无数 说她整天想没用的东西 陆宁宁相信 换做任何一位父母 在知道自己儿子 有能力赚到几十万以后 也不会用老眼光衡量自己儿子 更不会以成绩判定 自己的孩子优秀与否 自己父亲刚刚说出的话 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 该说出的话 陆宁宁从话里听出了 父亲对陆国强烈的嫉妒和偏见 爸 你真觉得我哥不学无数 陆国生瞪着眼睛 整天不好好学习 把心思用在没用的地方 这不是不学无数 这是什么 你告诉我 老陆 几灵美好气地 处了陆国生的腰间 你和宁宁发什么火 我这不是发火 是在和他讲道理 陆国生这次没再听从几灵的话 伸手指着陆宁宁 你看看他 自从那天以后变成什么样了 天天黏着陆国 又是和他去酒吧 又是不听你我的话 再不管 你闺女以后 指不定敢干出什么事 陆宁宁气得全身都在颤抖 自己仅仅只是 想去和陆国缓和关系 在父亲眼里 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过 仅仅只是 这样就让他委屈地想要哭出来 当年的哥哥 又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从奋力辩解 再到不发一言 这其中又历经多少心理波动 宁宁 几灵好言相劝 听你爸的话 把卡拿出来吧 我们不是害怕你学坏 只是你还在上高中 容易控制不知花钱的欲望 你现在拿着这张卡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那把这张卡给你们 我就有好处了 陆宁宁的眼圈 泛起微弱的红光 说话的声音中 也带着一丝哽咽 母亲的不理解 成了压垮他情绪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就是想保管好哥哥 给他的东西 他不会在乎 卡里面究竟有十万 还是一百万 偏偏这些想法 无论怎样 也无法取信他们 这是我哥给我的 你看看 陆国生对女儿的表现 咬牙切齿 就只是让他拿出来银行卡 不让他花路过的钱 都敢和父母顶嘴 这才过去了多久 就已经和路过学坏了 宁宁啊 你怎么和妈妈说这种话 还费什么话 早上的遇错 和工作上的 不顺让陆国生 本就情绪波动极大 如今回到了家 女儿的反应 更是将这一切点燃 陆宁宁啊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爸爸 陆宁宁露出惨淡的笑容 爸 我要是不给你 你是不是也要把我赶出去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几零级的眉头直皱 陆国是这样 现在自己生下来的女儿 也变成了这样 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 陆宁宁失望地 看着自己的父亲 波动的心情和冷静的思绪 在这一切 形成了诡异的平衡 你说我哥不学无术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只有考上一个好大学 才是正的 还是说到了我哥这 不管他怎么做你 都能找到不对的地方 我哥赚来的钱 就这么让你排斥 还是说他没有把全部的钱 给你让你恼羞成怒 陆国生呼吸加重 肤色急速变红 一把抄起前面的水杯 重重砸在地上 啪 水杯打在地上的声音 猛然响起 吓得几零身体一颤 陆宁宁依旧 表情如常地凝视陆国生的眼睛 似乎早就料到这一幕的发生 这一幕 他的确看到过 那次是因为什么 陆宁宁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 父亲一巴掌 打在了陆过的脸上 这一次就只是摔一个水杯 他的下场 要比陆过好伤不少 卡你到底焦不焦 陆宁宁不发一言 行 你不拿我自己取 陆国生大步走到陆宁宁面前 不由分说地 将书包从他的肩膀上拽了下来 就在他面前打开了书包 从最里面的家层里 找到了陆过给他的那张银行卡 整个过程陆宁宁 没有说出一句话 眼泪却从他的眼睛里 汹涌澎湃地流了出来 密码多少 不说是吧 行 不说以后 你就再也见不到这张卡了 你要去哪 给我站住 对女儿的疼爱 终究还是没让陆国生 做出堵住家门的举动 陆宁宁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对身后的呼喊视而不见 他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会做出离家出走的举动 但他更没想到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 这个家没了他的容身之所 看着自己女儿走出家门 几林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老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出去找宁宁 陆国生甩开几林的胳膊 心情愤懑道 找什么 你看看 女儿都被你冠成什么样了 现在都敢离家出走了 既然想走 就让他走 让他好好在外边冷静冷静 看看是自己家好 还是他的同学家好 第30章 耍酒疯 晚上8点 吃完晚饭 在家长群里 依旧没有打探到女儿消息以后 几林彻底急了 和陆国生结完婚以后 今天是他与陆国生第一次吵架 女儿现在不见了 你开心了 陆国生 你打妈路过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是后妈 可宁宁是个女孩啊 路过离家出走 你拿女儿撒什么气 为了一张银行卡 你能把从小听话的宁宁 都给逼走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真想看自己儿子 在外面穷途陌路 求到你面前 你才开心 行了 陆国生皱着眉毛 同学家不在 肯定就在路过那 宁宁肯定是去找路过了 我不管 你现在就把女儿找回来 陆国生猛地站起身 气得胸膛微微起伏 宁宁就是被你给关坏了 几林平时说话 都是一副温吞的模样 可是越到吵架这种时候 说出的话就像小刀一样 一点点地折磨着陆国生 我的女儿我不疼谁疼 宁宁小的时候 你关的少了 现在就给路过打电话 问问宁宁在不在他那 眼看陆国生毫无动作 几林愤懑地推了一把 喊道 去呀 你非看见宁宁在外边 出什么事才高兴 陆国生终究还是拿出手机 找到了路过的电话号码 打了过去 几秒钟后 手机里响起的提示声 让陆国生眉头轻皱 暂时无法接通 什么意思 陆国生睁大眼睛 心里莫名有些慌乱 不等几林说些什么 陆国生又打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结果 还是无法接通 在将这个消息告知几林以后 两个人面面相去 都意识到了答案 陆国拉黑了陆国生的电话 公寓内 江山河面色涂红地 套在自家闺蜜身上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酒气 一边享受着脑袋处传来的柔软 一边在喃喃抱怨着 还是你命好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像我 自从脑袋一热 当了老师以后 是又当爹又当妈 偶尔还特么客串一下 别人的媳妇 闺蜜宠密地笑道 客串谁的媳妇 一个小屁孩的 江山喃喃道 年纪不大 想得到还挺花 不过你放心 我特地让他把整个办公室 打扫了一遍 好好出了一口气 别提多爽了 房间的温度还算凉爽 女人抱着江山 倒也不觉得热 你要不想当老师 就给我当经纪人吧 江山摇了摇头 不去 当老师其实也挺好的 看着那群学生 我就想起我 当年上学的时候 马德 提起高中 我就想起了那个睁眼瞎 老娘当初到底是哪不好 那个睁眼瞎 竟然不选我 喜欢上了别人 说着说着 江山就想到了 自己在高中时候的初恋 明明当年 他才是最明媚耀眼的那个 可到了高考以后 江山正要和他表白的时候 才特么知道 那家伙 早就和外班一个女生好上了 女人柔声安慰道 你长得那么漂亮 他可能是觉得配不上你 而且你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那个女生是他的青梅 是啊 江山恍然道 他们是青梅竹马 所以我才被甩 你说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 钟情的竹马呢 然然 江山向上拱了拱 哼唧唧地说道 回来陪我当老师吧 别去混什么娱乐圈了 你又不缺钱 和我一起 在一中当人上人 以后我就是校长 你就是教导主任 你我二人 从此叱咤整个一中 那你们现在的 教导主任怎么办 小崔 江山咧着嘴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露出憨厚的傻笑 嘿嘿 就让他给咱们两个提醒 女人无奈地轻拍江山后背 眼中露出疲惫的神色 每次见面都是这样 明明酒量不好 还喜欢拉着他 喝个没完 说到老师 真是一个好久没听过的词了 如果他没有辞职的话 或许江山期盼的那一幕 真有发生的可能 只是从那件事以后 他就彻底失去了 当老师的信心 连最起码的是非分辨 都做不到 让一个学生 承受了那么多外在压力 他不配继续留在 老师这个职位上 他更没有想到 在他离开教师职位 阴差阳错进入到娱乐圈后 对方竟仍受当年那件事的困扰 还得了抑郁症 想到这儿 陈佩然的脸色 忽然有些苍白 一阵心悸感默然浮现 等到心情平复以后 陈佩然拿出手机 打开了之前下载的软件 画面一闪 出现在手机屏幕的 是监控画面 看到画面中 坐在沙发上 正正出神的身影后 陈佩然的瞳孔中 多出了一些 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 他也是在事后才意外得知 那个时候 他早就因家里的关系 调到了别的学校 就算想要亲口 对路过的父亲讲明真相 但因找不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也只能就此搁浅 如果不是意外知道 视频里的前学生 就是江山的县学生以后 他还在心安理得的享受假期 去筹备接下来的工作 而在陈佩然得知一切情况以后 忘却的罪恶感 再度从心里浮现 让他时时刻刻 都在遭受着良心上的谴责 想到当年那个 就算被打以后 也会挺直身体 不肯承认 莫须有罪行的身影 一开始只是偶尔出现 再到现在 频繁出现在他的梦里 为什么自己当年 竟然会怀疑这样一个孩子 为什么不肯多相信他一些 陈佩然不由自主地 想到这两个问题 试图回想当初的心理波动 一阵铃声忽然响起 打破了寂静的氛围 也让江山睁开了眼睛 江山迷糊地拿出手机 接通了电话 不知道我在睡觉吗 你是不是有兵 你女儿丢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当父亲的 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电话挂断 江山身子一栽 再度躺了下去 五秒钟后 卧槽 坏了坏了 怎么了 陈佩然轻声问道 江山一瞬间醒酒了 露出一脸大祸临头的模样 我把我学生家长给骂了 谁的家长 找你什么事 就是我和你说过的路过 他爸给我打电话 说他妹妹好像没了 呸呸呸 是失踪了 路过的妹妹失踪了 我先不和你说了 我得去找路过一趟 然然 你在这等我一会 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 江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边跑边整理着 自己的仪容仪表 江山走了 陈佩然再度打开手机 找到了路过家里的监控画面 没在自己的房子里 发现第二个身影后 陈佩然默然心里一沉 第三十一章 足够当嫂子了 路过晚上吃的是外边的外卖 味道谈不上多好 简单果腹后 他转头写起了 老师下午布置的作业 不管是为了完成赌约 还是不愧自己学生的身份 路过都没理由 对书包里的卷子视而不见 把最不喜欢的化学放到最后 路过在写完语文 准备完成下一个科目的时候 房门忽然响了起来 他停下笔 淡然地给外边的江山开门 这个时候敲门的人 除了江山以外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路过 扑面来的是浓重的酒气 江山散乱着头发 面色涂红地出现在门外 看着酒醉上门的班人 路过心里 倒是没多少震惊的情绪 只是投去了疑惑的眼神 你爸给我打电话了 路过下意识皱起眉梦 你妹妹下午的时候离家出走 现在还没见人 同学家也不在 你妹妹在不在你这 她不在 我现在出去找她 你知道你妹妹在哪 路过点了点头 不出意外 应该能找到 江山毫不犹豫到 我和你一起去 路过看了一眼身形不稳的江山 干脆拒绝了她的提议 不用了 老师你在我这休息一会儿吧 我马上就回来 哦 听到路过这么说 一直绷着一根弦的江山 忽然放松了下来 散去的酒精 爬上了她的脑袋 使其自然地绕开路过 走进了那间公主封布局的房间 戴上钥匙 路过顺手关上房门 朝着记忆中 和路宁宁第一次见面的公园走去 那离这边有些远 打车也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 路宁宁只靠不行 耗费的时间会更多 不去朋友同学家 路宁宁能去的地方 似乎只有那儿了 夜色早就笼罩了整个城市 黑夜里 路宁宁形单影只地 坐在公园里的秋千上 垂下脑袋 神情呆滞地盯着自己的斜面 那张精致可爱的脸蛋上 没有出现泪痕 有的只是茫然和暗淡 夏季的晚风有些凉 单薄的夏季校服 挡不住多少寒意 没多久 路宁宁就微微颤抖 蜷缩起了身子 在和父母爆发争端的时候 路宁宁的眼睛已经出现水雾 就差一点 水雾就能变成 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 到了最后一刻 路宁宁压抑住委屈 抑制住眼泪 而阻止她哭出来的人 就是路过 当父母的压力 丢掉了其中一个目标 全都压在了路宁宁一个人的肩上的时候 她才真正地和当初的哥哥感同身受 理解了这种感觉多么沉重 多么让人喘不过气 潜意识里觉得有人坐后盾的她 在第一次面对这种扑面而来的压力时 做出的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 因为她知道 就算离开家 她也不是孤身一人 她的身后 还有哥哥在 而当初遇到这种事情的路过 除了默默忍受 根本无处可去 自己现在有路过 当初路过身后 又有谁 谁都没有 脑袋一片混沌的陆宁宁 在想通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她小时候 她最喜欢的公园 这里是她和路过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此时的陆宁宁 已经没了给路过打去电话的勇气 只能一个人坐在公园里舔尸伤口 夜色笼罩下 若隐若现的声音 在公园附近响起 一对年轻的父母 带着孩子从公园经过 小女孩吵着想在公园里面玩一会儿 父母拧不过女儿 只好陪着女儿来到了公园 站在远处 看着女儿一个人尽情撒花 小姑娘看见了独自一人 做鞦韆的陆宁宁 蹦蹦跳跳地靠近了这个 抢走她最爱位置的大姐姐 小姑娘的想法很简单 鞦韆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 怎么能一个人玩 于是她眨着眼睛 翠声对着陆宁宁问道 大姐姐 你怎么一个人做鞦韆啊 我来和你一起玩好不好 小姑娘很聪明 和陆宁宁商量起了条件 大姐姐 音音先坐 你来给我退 然后我再给姐姐退 小女孩的忽然出现 先让陆宁宁抬起脑袋 面带笑意地 看着眼前这个小不点 她刚想开口拒绝 把这里让给小女孩一个人 但下一秒 身后忽然响起的声音 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小朋友 姐姐恐怕不能陪你玩了 因为哥哥要带她回家 这样 小女孩倒也没有失望 笑容反倒更胜了 那音音只能一个人玩了 陆宁宁给小女孩让出了位置 借着街灯的光 身体僵直地看着路过 走吧 嗯 陆宁没问路过 要带她去什么地方 只是安静地跟在身后 看着路过的背影 两个人坐上出租车 二十分钟过后 就到了路过租住的地方 路过打开房门 然后 陆宁宁就看到了披头散发 浑身散发着酒气的江山 出现在了沙发上 这一刻 陆宁宁的思维仿佛陷入停滞 几秒钟后 她的脸部肌肉 第一次出现明显的变化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震惊 江山竟然在这儿 而且还喝多了 原来如此 这一刻 笼罩在陆宁心头上的迷雾 忽然就消散了 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 如果支撑江山 做出这一切的不是责任 那就 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江山年纪虽然大一点 但长相绝对无可挑剔 给人一种英姿洒爽的感觉 长相有些达不到陆宁宁的预期 不过性格人品 很符合她的标准 和她这个亲人比起来 江山虽是外人 但做的事比她过去做的还要多 还要好 而且 谁说外人就一定不能成为亲人了 虽然两个人前路艰难 但如果是她 或许能让哥哥重新生出 对这个世界眷恋 治疗自己的病情 总而言之 足够给她当嫂子了 正想着 耳边响起了路过的声音 想什么呢 陆宁宁的思绪 重新归于平静 没什么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点个外卖 晚上就在这住好了 记忆那边 你不用担心 嗯 哥 那江老师呢 现在时间这么晚了 送江老师回去 明天还能起来吗 今晚我和江老师住一起吧 路过陈寅许久 最后陈生问道 你一个人 行吗 陆宁精神一阵 眼神极其坚定 没问题 第32章 前所未有的射死场面 江山觉得自己的脑袋有些晕 自己好像在和闺蜜喝酒 喝着喝着 似乎发生了一些事 自己学生的妹妹忽然没了 不对 好像是自己学生死了 学生死了 江山喝到一半就去了她的葬礼 葬礼上 三大护法悉数到场 因为死的这人 是义中的理科状元 众人赶怀春秋以后 又相约去了酒吧喝酒 大家都喝得烂醉如泥 完事之后 又组团去唱歌庆祝 敬重妻子的小崔胆子 也大了起来 坐在江山身边 拍着江山右边的肩膀 就是一阵雨众心肠 主任 你喝多了 我 我没多 小江啊 我告诉你 咱们一中 我翠和元第二 就没人是第一 你要是好好干 以后我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所以 你懂吧 江山脸色涂红 崔主任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不懂我就和你仔细说说 崔主任 你就不怕 我把今天这事告诉王老师 你说吧 我早就想和他离婚了 小崔 你知不知道老娘我大学 加的是什么社团 什么 跆拳道 啪 江山给了小崔重重一巴掌 直接给小崔山猛了 等小崔做好以后 看向江山的眼神 竟多了一丝 说不清到不明的特殊情绪 刚才那一巴掌 让他在一瞬间 忘却了学校繁重的任务 思绪变得清明起来 于是后 小江 你 你 再打我一下 KTV包厢内 在其他人都在唱歌的时候 江山踩着小崔的脑袋 一边加大力度 一边神清气爽地问道 小崔扶不扶 扶 义中谁老大 小江你老大 嗯 小江 不是 主人你最大 嘿嘿 知道就好 小崔 以后看见老娘给我跪好 听见没 江山正得意着 忽然间 他踩着小崔的 右脚猛的踩空 穿着高跟鞋的右脚 一下呈现出扭曲的幅度 剧烈的疼痛 让江山大喊出声 眼前的景象也随之消散 眼前的画面逐渐清晰 昏尘的脑袋 第一时间发出了疑问 这是哪 小崔呢 怎么不来见我这个主人 还没搞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耳边忽然响起一道 轻柔的声音 走 江老师 你没事吧 江老师这三个字 一下子让江山恢复清醒 他直起身子 看向了开口说话的人 陆 宁灵 你怎么在这儿 房间熟悉的布局 映入眼帘 江山总算想清了前因后果 他的学生原来没死 小崔依旧 骑在他的脑袋上 称王称霸 心情稍稍有些低落 江山的视线 缓缓向下方移动 嗯 江山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晴不定 不等他开口 陆宁灵便温声解释道 江老师你不用担心 你的衣服是我给脱的 现在几点了 江山的语气有些急躁 和闺蜜喝酒喝到一半就跑了出来 然后就一直没回去 这要不说清楚 以后就没眼见人了 十点半了 老师晚上就在这睡吧 听到这个时间 本来想走的江山忽然有些犹豫 和自己现在躺的这张床相比 自己租的那间房子 就是个狗屁 说起来 也好久没在这睡过觉了 天都这么晚了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做了多大的措施吗 离家出走也就算了 你连路过的电话也不打一个 江山本想着在学生面前重振尊严 可说着说着 他就发现 眼前的陆宁宁脸上 根本没什么惶恐的情绪 嘴唇甚至微微明起 明显是在憋笑 心思向来活络的他 忽然有些紧张 意识到了什么 忐忑不安地问道 陆同学 我刚才睡觉的时候 没说什么话吧 老师要是说小崔 以后看见老娘 给我跪好这之前的梦话 我确实没听见 江山的头脑一片空白 老师的尊严 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江山已经没脸 和陆宁宁共处一室了 活了这么大 从来没射死过的他 压根也不会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会在自己学生的妹妹面前 经历这样的射死 江姐姐 陆宁宁见干就爬 柔声安慰道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小崔这个人 我们高一的也都烦 江山轻叹口气 是啊 小崔这人 要是没那么惹人生气 他也不会做梦 都想着踩在他头上 江姐姐 你说梦话这件事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连你哥也不说 不说 不过 不过什么 陆宁宁眉眼低垂 轻声开口 我哥现在一个人在外边住 到时候 就要麻烦江姐姐 多多帮忙了 这你不用担心 如果是我的学生 有些是我看的 还是会管的 江姐姐 我哥初中的时候 和当时的老师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所以他现在对老师这个职业 有些排斥 江山秀眉微调 你是说 我是说 江姐姐到时候 能不能多用朋友的身份 和我哥接触 江山的眼神殷勤不定 直直地看了陆宁宁一会儿 这才答应道 行 我明白了 陆宁宁开心地露出笑容 而江山的表情 也愈发古怪 两个人各怀鬼胎地 躺在一张床上 等到身边的陆宁宁睡着后 江山这才拿出手机 给闺蜜发去了一条信息 我先家了 等周日我再过去找你 几秒钟后 陈佩然回了消息 没事 你在家好好休息 躺在床上 江山始终睡不着 人在睡不着地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江山也同样如此 但他想的不是刚才的事情 也不是做的那个梦 而是想起了自己之前 用来威胁路过的话 这栋房子里 有没有摄像头吧 不行 明天得好好看一看 第三十三章 清早的风波 这一觉陆宁宁睡得很安心 舒适放松的感觉 让他不愿从闭幕状态中 睁开眼睛 美梦已经结束了 思绪混沌的陆宁宁 留恋地活动了一下手掌 最后享受了一下 从掌心处传来的柔软处感 真舒服啊 摸够了吗 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同时陆宁宁感觉到 自己的手 被声音的主人一把拿开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陆宁宁的大脑开始运转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对 自己昨晚是在哥哥家住的 而且还是和江老师一起 和老师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还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这还不是最让陆宁宁难以相信的 回过神 他这才发觉自己 被拿开的手之前 好像是放在了江老师的胸口上 红着脸 视线飘忽 他记得自己之前 还狠狠地捏了好几把 那 那个 江老师 昨天还管我叫姐姐 睡醒一觉 就改口叫老师了 江山随意地将头发整理到耳后 似笑非笑地凝视 眼前站了自己便宜的女学生 毫不在意地脱下了睡衣 重新换上昨天的衣服 浑缘饱满的身材 就这样暴露在陆宁宁眼前 羞得她直接捂住眼睛 都是女生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江山白了陆宁宁一眼 手指露出那么大的缝隙 都把想看两个字 写在眼睛里了 都是女的 她还不至于 因为这种事不好意思 这么羡慕的话 以后多喝牛奶 陆宁宁撤下双手 心里的羞涩 忽然演变成了 对美好事物的期盼 她有些羞于启使道 江姐姐 你的那个 是 是 牛奶喝出来的 不是 天生的 江山玩味地瞄了一眼 陆宁宁的胸前 虽然称不上是一马平川 不过先天到鸡 实在是差得可怜 就算吃了仙丹妙药 能全部兑换自身潜力 她估计 陆宁宁的成就 也高不到哪去 昨天丢了那么大的脸 今早又被 狠狠占了一把便宜 不报复回来 实在不是她的性格 于是乎 既然你管我叫一声解 有些事我还是要叮嘱你两句 陆宁宁微微摆正坐姿 以为江山是要以老师的身份 告诉她在学校 不要随便管她叫姐姐 其实就算江山不提 陆宁宁心里也有数 下一秒 江山的声音 就传到了陆宁宁的耳朵里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了 有些东西只能想想 是注定抢求不来的 You know 毫不避讳的眼神 落在了自己胸前 就算是个傻子也听出来了 江山这是在说她平胸 陆宁宁表情先是一正 等反应过来后 一双袖唇已经紧紧铭起 愤懑地瞪了一眼江山 江山肆意大笑 被占便宜的不爽 也一扫而空 等到她穿好衣服以后 陆宁宁还呆呆地坐在床上 时不时怀疑地低头 看看自己胸口 真是这样吗 明明是有糊度的啊 整个早上 陆宁宁都表现得闷闷不乐 就连路过买来的早餐 她看了也没什么胃口 江山倒是吃得起劲 右手包子 左手豆浆 两口就能吃掉一个 半分钟就能喝得一干二净 桌子对面 路过看了眼兴致不高的陆宁宁 以为她是担心家里的情况 于是出声安慰道 别担心 记阿姨那边 我昨天打过电话了 早饭再不吃就要凉了 赶紧吃吧 不 江山忽然笑出了声 她嘴里的包子还没咽下去 紧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路过把自己那份豆浆递了过去 江山喝了两口 才让自己的呼吸重新恢复通畅 路过 你妹她不是担心家里 不是吗 江山憋笑憋得面颊抽动 你就别问了 你妹妹是在担心自己的事 路过不说话了 心里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眼神若即若离地 看向陆宁宁的方向 路过不禁在心里感慨陆宁宁长大了 不再是小时候那个不听话的小孩了 脑海里涌现无数分杂的画面 路过百感焦急的同时 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胃部 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 一股恶心的感觉从胸口处袭来 随即涌向喉咙 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要干呕 路过强行抵御这种感觉 一把拿过桌上的豆浆 大口地将剩余的豆浆一饮而尽 恶心感有所平复 胃部依旧伴着疼痛 路过轻叹一口气 有一段时间没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这次的突然来访 让她有些慌乱 哥 陆宁宁担心地看向对面的路过 我没事 就是喉咙有些不舒服 陆宁宁半信半疑地盯着路过的脸 但没有看到任何变化 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陆宁宁不免期盼起了 昨天想到的事情 哥喝的是蒋老师喝过的豆浆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他真能看到自家哥哥 在蒋老师的陪伴帮助下 走出压抑的心境 迎接新生 真的没事 江山忽然问道 没事 路过摇了摇头 语气依旧淡然 吃得差不多了吧 走吧 一起去学校 陆宁宁好奇地问道 老师 你的车能坐下三个人吗 江山白了陆宁宁一眼 谁说汽车带你们上学了 打车过去 就当是这顿早餐的谢礼了 一边说着 江山一边饶有深意地看了路过一眼 喝剩一半的豆浆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了路过的肚子 江山不觉得自己的学生 是有某种特殊的癖好 而且刚才 路过紧皱眉眸 表情严肃的神情 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事都没有的模样 喉咙不舒服 这种拙劣的借口 只能偏偏路凝明这种涉事未深的小女孩 想瞒过她的眼睛 还不够 三个人旁若无事地收拾好餐桌 带上垃圾 准备乘电梯下楼 狭小的电梯中 气氛极度安静 但就在下到六楼的时候 电梯忽然停了下来 电梯门打开 让原本 只有三个人的狭小空间 忽然又多出了一个人 多出一个让路过觉得似曾相识的女人 一个让江山神色尴尬的人 第三十四章 唯一的办法 电梯中忽然出现的淡淡的玫瑰香味 在狭小的空间中 很快就弥漫开来 钻进了路过的鼻子里 让她的心神陷入片刻的迟缓 对方戴着口罩 进来的时候和路过微微地点头示意 然后就安静地站到一边 靠近着江山的方向 安静地度过了几十秒 电梯门打开 四人不约而同地走出电梯 分开没多久 陆宁宁忽然扯着路过衣角 小声凑到 她耳边低声道 哥 刚才那个人 我觉得有些眼熟 路过没有说话 陆宁宁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 一边的江山 听到了兄妹两个的交流 没好气地打断道 见了一面 你就觉得有些眼熟了 小脑袋不大 一天想的是到不少 江山轻轻弹了一下陆宁宁的脑门 真的 陆宁拔高声量辩解道 我真觉得 刚才那个人的气质 很像一个人 我没骗你们 江山有些无奈 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行了 别想这些没用的了 我猜你说的那个人 该不会是某个明星吧 对 你觉得什么明星 会住在这种小地方 赶紧上车去学校 江山拦了一辆出租车 三人上了车 司机问了一嘴去哪以后 车辆就安静地 行驶在早晨的街道上 江山坐在副驾驶 拿出手机 就给陈佩然发去了消息 她没想到 自己这边前脚刚和学生坐上电梯 后脚陈佩然就上来了 这妖巧的事 也怪她早上走得太匆忙 忘了观察房子里 到底有没有摄像头 想了想 江山直接在手机上问道 你是不是安摄像头了 没一会儿 陈佩然就回了消息 安了 江山疑惑地皱起眉头 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事 但一时却没有头绪 这边正想着 手机再度收到了消息 很早之前 家里丢过东西 我母亲找人安的 叔叔阿姨 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 现在路过住的房子 不是她的 是陈佩然曾经住的地方 这段时间 陈佩然的父母去了国外旅游 想让她帮忙看看路过的病 对方这才把空着的房子 让给了路过 而且还是免费的 如果不是知道陈佩然回来了 江山也不会大方到这种地步 贝露宁宁误会她和路过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少不了陈佩然的功劳 还需要一段时间 高考之前他们不会回来 暑假呢 不清楚 我待会问一问 电梯里你看出什么了 确实是抑郁症 短时间内只能看出这些 具体严重到什么 地步得去看医生 只是一个擦肩 你就看出来了 嗯 江山定睛看着屏幕 瞳孔中闪烁着莫名的色彩 你打算休息多久 这段时间就一直待在这边 嗯 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打算工作了 想好好地休息一阵 好 不聊了 我到学校了 拜拜 公园里 陈佩然坐在长椅上 神色复杂地 看着江山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 心里盘算着路过应该到了班里 时隔数年的再度见面 让陈佩然的心绪 仍然无法平静 坐在稍凉的长椅上 她回想着 自己和江山之间的聊天内容 摄像头确实是她的母亲安的 不过早就坏了 她后来重新安的 而且不止一个 父母也的确出去旅游了 但他们本应该今天坐飞机回来 是陈佩然让他们在国外多待一阵 至于江山让她帮忙观察路过的病情 进到电梯的时候 她只是和路过短短对视了两秒 这段时间内 她什么也没看出来 她唯一看到的 就只有路过那双弹幕的眼睛 之所以那么回复 是因为她相信江山的判断 相信自己在那双眼睛里看出的情绪 短短的交流中 她撒了三个谎 唯独最后的话 是发自内心 这段时间 她什么也不想做 只希望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偿还过去犯下的过错 这几天 陈佩然一直在想 如果没有初衷那件事 现在的路过 还会不会遭受疾病的折磨 没了这些纷纷扰扰 她在短短几十秒的视频中 展现出的才华 会不会更加震撼人心 试错就要认 当年学习过的心理知识 如今被她忘得差不多了 曾在学院里叱咤风云的天之娇女 也早已不复存在 陈佩然也不觉得 用过往的知识 会对路过的症状有任何环节 她现在唯一擅长爱好的东西 只有音乐 凭借这一点 她走到了如今这一步 成为歌坛中 炙手可热的天才音乐人 可这令她自傲的生存之本 却在看到路过演唱的视频后 破碎得淋漓尽致 她觉得自己就像那小偷 偷走了本该属于路过的人生 占用她的才华 在大众面前崭露头角 和路过展现出来的东西相比 陈佩然觉得自己 不愧冠以天才之名 音乐让她成名 也让她时隔多年以后 再度看到路过 这是链接 他们二人的唯一一条纽带 她想用音乐来弥补 曾经犯下的错 让喜欢唱歌的路过 被更多人认识 听到她的歌声 这种方式会不会被接受 能不能换来路过的原谅 陈佩然不知道 但这是她唯一 能够想出来的办法了 第35章 多少 30万 体育课 临高考之前 学校贴心地给他们 留出了一节体育课 舒缓身心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他们高中生涯中的 最后一节体育课 体育老师简单地露了个面 就适时地从大家伙眼前消失 找她的小女友去了 路过惬意地坐在树荫下 看着远处在足球场上 撒花的一众身影 正正出神 张诚本来是叫了路过的 不过被路过拒绝了 因为他在刚刚收到了 医生给他发来的消息 想要了解他的最新情况 负责路过的医生很尽责 确认他的病状以后 一直有在关注 这段时间 各种询问病状的消息 也都发过 但路过没有来得及 和对方细聊 现在在上体育课 无疑是最好的时机了 路过拿出手机 刚要给医生打回去电话 一道歉影的出现 让路过放下了手 你怎么来了 林梦大大方方地席地而坐 将吹乱的发丝挽到耳后 我是不能来吗 说着 林梦好奇地看了一眼 路过手里的手机 刚才是要打电话 嗯 路过淡淡回应道 林梦若有所思地 看了路过一眼 意味深长道 看来是我来得不是时候 你不用管我 想打就打 就到我不存在 不用了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两个人在榕树下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而十一班的其他学生 也已经发现了林梦的到来 毕竟在全市 身穿夏季校服的身影中 忽然混进了一个身穿裙子的林梦 只要有眼睛 他们都能看见 看到林梦和路过坐在一起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心里都泛起了酸酸的念头 另一边 也就是在路过说出 不是什么大事以后 他的手机反倒主动响了起来 等到和电话对面的医生 约定好时间以后 路过发现面前的林梦 正在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自己 你 有病 什么病 能让医生主动给你打电话 自己的病若无必要 路过不打算对身边人透露 于是他摇了摇头 随口搪塞道 没什么 就是一点小毛病 之前看了一次第二次 一直没来得及去 林梦忽然不说话了 脸上写满了你在逗我这四个字 手机给我 路过惊讶地睁大眼睛 你要手机干什么 你不说 我就自己看 你觉得 我会给你我的东西吗 不满的情绪逐渐在心里积蓄 林梦忽然笑了 你一首个 我给了你三十万 现在就连这种小事 你都不答应 林梦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他特么在下午第一节课出现在学校 为了什么 难道你心里就不明白 我不喜欢别人看我手机 不给是吧 嗯 在路过话音刚落的时候 林梦忽然扑了过来 直指路过右手的手机 两个人一个没有跑 一个没有用掐人挠痒痒 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就是在原地硬碰硬 感受着面前的淡淡芬芳 以及林梦手上越来越大的力度 路过再抵抗了一会儿后 终究还是选择了 以他不齿的方式逃离现场 和林梦拉出一段安全的距离 身后 被拒绝要求后的愤懑情绪 占据了上风 林梦看着路过渐行渐远的背影 脑海中浮现的想法只有一个 路过 你给我等着 这边路过刚回到班里 张诚也紧随其后 从外边回来了 诶 刚才坐你身边那个 是不是林梦 大口喝了半瓶水 张诚八卦地向路过询问道 路过点了点头 是他 你们两个 张诚小心问询道 路过抬起头 深深看了张诚一眼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不耽误你喜欢他 嗨嗨 张诚咳嗽了两声 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 我就没那个意思 我就是好奇 随便问问 不说我了 咱们现在就没有不好奇的 张诚眨了眨眼 咱俩同桌也有一阵了吧 昨天我可因为你小子 被老江一顿收拾 你是不是得补偿补偿我 路过没说话 张诚见缝插针道 物质赔偿就不必了 你就告诉我 昨天你和老江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灵梦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路过看着八卦到骨子里的张诚 淡然回复道 不过分 所以你想先听哪个 先坦白你和老江的事 路过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和老江之间的关系 昨天已经和你说过了 张诚眉头一皱 还逗我玩 光在这说 你得拿出证据啊 路过点了点头 自然自语般地低声道 确实 说着 路过拿出手机 当着张诚的面打开了通讯路 老江的电话号你知道吧 到北如流 你懂什么意思吗 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该怎么办 那 张诚磕磕巴巴地说不出话 路过瞄了张诚一眼 如果我说的是真的 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具体内容 不会让你为难的 张诚想了想 觉得有哪里不太对 但似乎又对自己 没什么实际上的损失 于是痛快答应到 行 路过还是没有打电话 决定给江山发条短信过去 几秒钟后 路过编辑好了短信内容 晚上还在我那住吗 等了一会儿 江山回了消息 上课玩手机 等放学以后 我会好好和你聊聊的 看到了 路过把手机递给了张诚 张诚看完短信 脸上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不对劲 你和老江不对劲 路过自顾自倒 所以是我赢了 你没意见吧 张诚勉强地笑了笑 认同了路过的话 只是一时玩笑之言 才立下的赌约 他也不至于出而反尔 而且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与路过拉近关系的方式 那林梦又是怎么一回事 张诚重整旗鼓 继续问道 路过轻声道 我卖给他了一首歌 所以我们只是买卖关系 张诚恍然点头 紧接着 他忽然反应过来了一件事 认真的看着路过问道 你卖给林梦一首歌 卖了多少 三十万 原来是三十万 等花 多少 三十万 第三十六章 林梦登门 最后一节课 班任江山在讲台上说着添书 张诚想睡吧 又不敢睡 想问问路过那三十万的事 可看见一脸认真的路过以后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三十万 这个数很多 张诚就算想攒 也得攒个好几年 可路过一首歌 就挣到了这个数 而且还是从林梦手里挣来的 能让林梦花三十万买的一首歌 得好听到什么地步 保不准林梦 就能一炮而红 从此以后 他张诚的身份 就不再是林梦的校友 而是歌谈天后的校友 三十万 自己也不是没有 要不然 自己也从路过手里买一首歌 张诚 后面站着听去 正想着 忽然一根粉笔正中眉心 张诚老老实实地起身 走到了后面黑板底下 站在最后面 张诚依旧不老实 江山也懒得搭理 视线游荡间 张诚忽然看到了 站在后门处的林梦 只是瞥了一眼 张诚便收回视线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好家伙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林梦主动在学校里等人 而且还是路过 一个苏明威 一个林梦 路过这小子的女人缘 怎么这么好 张诚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有些羡慕 可有些东西 注定是羡慕不来的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 铃声响起 正讲题的江山声音 戛然而止 放学吧 周一来了以后 课代表就把卷子 给我收上来 我要检查 说完 江山就准备下班走人 学生们也早就 按耐不住躁动的心 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后面的门忽然开了 但不是十一的学生 从里面打开的 而是被人从外面推开的 林梦顶着一众 或好奇 或怀疑的眼神 大不留心地 走到路过的位置 对着路过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是不是没想到 我会来找你 确实没想到 路过收拾好了 需要带走的卷子 背上书包 准备起身走人 班上 苏明威阴晴不定地 看着这一幕 脸色有些发白 江山这下也没急着走 重新坐了下来 准备欣赏这出好戏 林梦挡在路过身前 脸上没有露出太多情绪 只是伸出了她的右手 让我看看你的手机 我就离开 要不然你主动告诉我也行 反正你选一个吧 路过直直地 看着林梦的眼睛 无奈的情绪 在瞳孔中一闪而逝 我选第三个 什么也不给 两个人这边正聊着 江山忽然从讲台处 走了下来 走到了路过前两台的位置 前面的位置太远了 还是靠近一点 听得才清楚 王一 你先别急着走 昨天我教你的 那几道T学的怎么样了 讲给我让我听听 座位上 王一无辜地看着江山 体型硕大的 他在这一刻 委屈得像是个 你还想不想回去了 王一最终还是拿出了卷子 讲着莫须有的题 那么的 这天书 他该怎么讲 另外一边 陈云的目光 落在了身边 心神不定的闺蜜身上 明威 路过和林梦 该不会在一起了吧 苏明威秀唇轻咬 犹豫了许久 才幅度轻微地摇了摇头 我 不知道 他正正地看着 找上门来的林梦 和路过旁若无人地聊着天 本以为能够放下路过的她 这一刻 再度体会到了浓烈的酸楚 路过是不是真的和林梦在一起了 走廊人生鼎沸 但十一班对应的走廊外 却显得有些安静 不管是班里的同学也好 还是外面的学生也罢 他们都非常好奇 林梦出现在十一班的原因 前几次路宁宁的出现 倒是引起过一两次的轰动 但人家毕竟是路过的妹妹 见得多了 自然也就习惯了 可今天路宁宁第一时间没过来 反倒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林梦 忽然找上了门 你就非要看我手机 路过的语气有些无奈 一直习惯随遇而安的 他拿思维方式和常人不同的林梦 根本没什么办法 这里面或多或少 有着那三十万的原因 林梦的阔绰 让路过对他的印象改观不少 两个人没什么深仇大恨 认真算起来 还是他占了林梦的便宜 林梦坐在了张诚的位置上 闻声 他点了点头 语气也平和许多 你主动告诉我也行 路过轻轻叹了一口气 晚上有没有时间 林梦表情一正 有 但十点之前得回家 嗯 那就夕阳红剑吧 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见林梦没有走 路过催促了一声 你不走吗 路过无奈道 我还得等我妹妹 对了 林梦没有走 话音一转 好奇地向路过问道 你的是怎么样了 路过语气平淡道 没什么太大问题 还在住酒店 路过犹豫了几秒 没 住在租的房子里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莫名有些沉闷 不知道还要聊些什么 一直坐在二人右边的张诚左右 张望了两眼 发现围观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路过林梦也没注意自己 他现在有些后悔 没有第一时间背书包走人了 他将二人的对话 从头听到尾 心里愈发好奇 这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想到林梦之前 要看路过手机的异常举动 张诚心里不免再想 晚上要不要去一趟 路过提过的西洋红 他没记错的话 那里应该是路过卖唱的地方 或许这一次能借着这个机会 达成自己的目标 西洋红 西洋红 张诚喃喃自语 心里盘算着 该用什么样的借口 搪塞回家以后的盘问 要是一个不小心 等待他的下场 离开的时候 还和上来的路宁宁擦肩而过 刚从女侧这边下到 二年级所在的楼层时 迎面出现的苏明威 挡住了他的去路 张诚 找我有事 张诚放缓自己的语气 轻声问询道 他和苏明威接触不多 关系不好也不坏 但好歹也是同伴 两年的同学 也算了解对方的性格 简单一想 他就大概猜到 对方找自己的原因 张诚打量了眼状态 稍显低迷的苏明威 向走廊另外一头示意了一下 随后轻声开口道 去那边聊吧 苏明威跟在张诚身后 两个人走后不久 路过陆宁宁 以及林梦三个人 刚好从班里走了出来 经过了二人所在的位置 第37章 坦路 夕阳红 江彤彤看到路过来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扑了上去 赖在路过身上 就不肯走了 路哥哥 你总算来了 小家伙抱着路过的脖子 一双澄澈的眼睛 就这么看到了 路过身后的林梦 他好奇问道 路哥哥 这个大姐姐是谁啊 是哥哥的老婆吗 路过没有第一时间否认 先蹭了蹭江彤彤鼓鼓的脸蛋 好奇反问道 你怎么觉得 他会是哥哥的老婆呢 江彤彤挣了两秒 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 因为 因为爸爸说 妈妈就很漂亮 听着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 路过笑了笑 然后才对着江彤彤 解释起了 他和林梦之间的关系 小家伙听完以后 脸上露出明显的失落 比起路过本人 还要担心他的人生大事 等到两人聊了好一会后 江温才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 看见林梦 江温下意识表情一愣 脸上带着几分醋暇的笑容 看向路过 行啊 还是头一次 见你带女朋友过来 林梦把病脚的发丝碗到耳后 听到也没否认 继续在小声地哄着江彤彤 路过放下江彤彤 没好气地碰了一下 江温怀胎半年的肚子 她是我金主 别多想 我俩先去那边聊一会 聊完我再上去 江温示意了一下 那那边聊吧 正说着 江温忽然话语一顿 好奇问道 你妹妹过来 她还有事 去找同学了 哎 你这金主是不是纯金的 路过沉默了两秒 然后半事业余 半事感慨的语气低声道 要不是她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我觉得 你可以牺牲一下 真的 我猜的 现在你肯告诉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桌子对面 林梦不急不缓地 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水 带着几分抱怨的语气 对路过说道 你就这么好奇我的兵 林梦点了点头 我好歹在你身上花了三十万 是小便也就算了 真要是得了什么不知之症以后 我买歌找谁去 路过张了张嘴 忽然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确实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不过路过再挣了三十万 以后还真没有继续卖歌的想法 现在告诉我吧 等了一会儿 林梦带着几分强硬的态度开口道 一阵沉默中 路过突兀地说起了她的病状 不是抑郁症 也不是胃癌 而是她的精神分裂 路过把自己能写出那些歌的原因 归咎于脑袋里的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现在的她 但她没有告诉林梦这点 更没有说她的病状 现在有多严重 一切说完后 林梦正然地盯着眼前的路过 右手的酒杯一直悬停在半空中 久久没有任何动作 在她的包里 一直保持通话的手机里 在听到想要的答案以后 默然挂断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 屏幕上显示的通话时间 足有两个小时 精神分裂 什么时候的事 你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路过淡然开口 就像是在讲述 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 那天我刚从医院回来 拎着的袋子里 就有一声开的诊断证明 林梦半是激动 半是好奇地问道 你父母那里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没打算告诉他们 等回过神以后 林梦神色复杂地 掏出一张银行卡 拍在了路过面前 这里面还是有三十万 我再买你一首歌 路过的嘴唇颤了颤 一时有些哑口无言 他只是说自己得了精神分裂 还没说自己想死 真就这么担心 他写不出歌 但想了想 路过觉得 林梦是有先见之名的 路过心安理得地 收下银行卡 向林梦问了一嘴 还是一样的密码 对 密码没变 路过微微汗手 对着林梦示意到 钱花的正式时候 你今天可以听到现场版的 说完 路过转头 向着舞台的位置走去 张诚感到夕阳红的时候 正好是路过走上舞台的时候 用他的话来说 这就是命中注定好的事 连命运也要让他看到 路过完整的现场舞台 这边张诚找了的不起眼的位置 还从酒馆老板点了一杯酒 他刚抿了一口杯中的酒 就听见了路过平静温和的声音 从舞台上响起 一手消愁送给大家 台上的路过露出温和的笑容 缓缓弹奏起了怀中的木吉他 在他的膝盖上 江彤彤田静地坐在上面 轻轻地跟着吉他的声音 还有路过的声音摇晃着自己的身体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背上所有的梦语响 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 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近乎于清唱的现场表演 让本就不太喧闹的小酒馆 更加寂静无声 所有人沉浸在路过 如同在耳边诉说一样的歌声 无论是路过的声音 还是他唱出的歌词 似乎都带着某种魔力 让一众客人喝酒的速度 快上了几分 等到路过用他的歌声 浸完了八杯酒以后 酒馆里的氛围 已经带着某种莫名的感伤 台下 张成将剩余的酒一饮而尽 看向身边的老板开口道 老板 再来一杯 还要喝吗 张成的情绪有些激动 哼 看你年纪应该还不大吧 张成的头稍稍有些晕 但这点酒 还不至于让他坦白 自己学生的身份 我就是长得年轻 其实我都结婚了 连孩子都有了 和谁结的婚 不同于任何一道男生的声音 漠然从背后响起 和江 张成瑟瑟发抖地转过身 说了一半的话 再也没有了说出口的机会 江 江 江 老师 眼前的江山下身 穿了一条阔腿牛仔裤 上半身穿着抹胸上衣 露出纤细白细的腰肢 头上还戴着一顶唇黑的棒球帽 如果不是老师这个身份 就连张成说不定 都会有所心动 鼓起勇气上前搭讪 可看到对方那张 毫无感情的脸 以及那双 如同幽深潭水般的眼睛 所有心动 都会被血脉里的恐惧所压制 江山抱着臂膀 看了眼张成手中的酒杯 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 漠然响起 你父母知不知道 你来这里喝酒 老师 用不用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不用不用 三千字检讨 周一我要看到 好说好说 第38章 抑郁症 精神分裂 来了 喝点什么 在江山张成 这对师生间的对话结束以后 江问出声 向江山询问道 江山瞥了一眼张成 他刚才喝的什么 给我来一杯一样的 记在他账上 老师 你这 怎么还花学生的钱 张成委屈地皱起眉头 一脸不愿意 江山微微仰起下巴 玩味地盯着张成 你也不想今天的事 被你妈妈知道吧 是不想 可是 江山没好气地掐住张成的圆脸 可是什么可是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大款 老 是我喝你一杯酒 你还磨磨叽叽的 那 张成犹豫几秒 今天的事 江山谈了张成一下脑门 随后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张成定睛看着江山 猴杰上下如动 这一刻的他 忽然认清了自己对江山的感情 老板 再给我来一杯 张成忽然觉得 有些口干舌燥 必须得润润嗓子 但等了一会儿 最终等来的酒 落在了江山的手上 将自己这杯一饮而尽后 江山长舒一口气 今天的事 我可以没看见 但你也得我注意点 我和我妈说去同学家完了 来酒吧不算 还学会撒谎了 我平时就这么教你的 扑痴 一边的江问 看到这一幕 笑出了声 想当初他上学的时候 身边的老师 全部都是绑大妖园的大汉 不听话 大耳瓜子就狠狠招呼 更别说师生一起聚在小酒馆里 喝酒聊天 他现在发现 自从那天以后 路过身边 就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 总是会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人 来他这间不起眼的小酒馆 妹妹 老师 同学 仔细一想 除了眼前这个男的剩下的 全部都是女的 路过这小子的女人员 还真让人羡慕嫉妒 坏了 这里面还有他的宝贝闺女 一想到喜欢缠着路过的宝贝闺女 江问立马开心不起来了 恨不得现在就把闺女 从上面拽下来 闺女啊 咱还是离路过远点吧 这边正想着 一道歉影忽然走了过来 江老师 林梦淡然地和江山打了声招呼 对于张成 就只是点头示意了一下 你们都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 林梦犹豫几秒 还是没有当着张成的面 说出从路过嘴里得知的消息 一边的张成微微皱起眉毛 心里忽然想到了 江山对路过的异常举动 以及之前林梦和路过的谈话 他没记错的话 这几天江山找路过的次数有些频繁 念头轻转间 江山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你不用对我隐瞒什么 说完 江山转头看了一眼张成 你和路过同坐一段时间了 关系怎么样 嗨 行吧 张成自认为和路过关系还算不错 斟酌一番还是说了出来 江山点了点头 目光重新落在林梦身上 路过的是你知道一些 我也知道一些 不过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张成露出疑惑的神情 不是 听老师的话路过身上 怎么好像发生了很多事 而且 这两个人了解的情况 似乎还不一样 江山叹了口气 咨询是那件事你知道 我大学学的心理 林梦秀没清楚 有些疑惑的开口道 你是说路过有心理问题 江山的目光若急若离的 看向几人旁边的方向 语气有些严肃的开口道 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张成木然的张大嘴巴 不由地惊呼道 不是吧 路过有抑郁症 江山没好气地拍向张成的脑袋 守到了他的头上 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路过得抑郁症的概率不小 他的病情 可能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我没办法亲自向他询问这方面的事 所以只能 江山说到一半忽然止住了嘴巴 因为他忽然看到对面的林梦 听到他的话以后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联想到林梦刚才的问题 江山这才反应过来 路过很有可能没有与林梦提起这件事 路过和你聊什么了 没和你说他的病 说了林梦艰难开口 那你怎么 林梦的眉毛一点点地皱起 他没和我说他有抑郁症 他说 他说自己得了精神分裂 江山正在原地 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一刻 困扰他心中的疑惑悉数消散 他也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 无法在路过身上 看到抑郁的影子 因为现在的他 很有可能不再是真正的他了 张成只觉耳边一阵嗡鸣 回过神 他的身体不由在微微发颤 酝酿许久 他才艰难地出声问道 路过 真的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 搞错了吧 路过怎么 张成止住了哽咽的声音 因为他忽然想到了 和路过高中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路过在他自我介绍以后 并没有太多惊讶的情绪 表现的和第一次见面 没什么区别 张成以为是时间太久 路过忘记了自己的长相 现在一想 那个时候的路过 恐怕就已经 他强人委屈心酸 回想高中两年来的种种举动 他本应该更快接近路过 和他打好关系的 这样的话 路过的病情 或许没那么严重 台上 路过接连唱了四首歌 两首翻唱 一首消愁 一首是和江彤彤再次唱的 负重一万斤长大 第二次听到 这首负重一万斤长大 江山只觉得 心情比以往更加沉重 出于玩笑一样的责任心 让他重新关注起了 路过这个举止 有些怪异的学生 越是了解 他越是发觉 压在路过身上的东西有多重 在家庭环境 和自己所学的限制下 江山不由地庆幸起了 自己还是一个老师 教书教得稀里糊涂 到了御人这儿 江山无论如何 也不想再出现什么差错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深深叹了一口气 江山走到一边 拿出手机给闺蜜打去了电话 情况怎么样 问清楚了 你的学生他 他没说自己有抑郁症 他说是 精神分裂 啪 酒杯碎裂的声音 清楚地落在江山二里 他眉头紧锁 等回过神 才发现电话已经被闺蜜挂断 第39章 治愈我 杀了我 等到和闺蜜打完电话 江山回到刚才的位置 发现几个人依旧低着脑袋 气氛沉闷的 让人觉得 呼吸都变得困难许多 酒馆老板和林梦情绪低落 他能理解 张诚表现的 就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他记得很清楚 在听到路过有精神分裂以后 自己的这个学生说话的声音 都带着哭腔 他以为张诚跑来西洋红 是为了打发时间 现在看来 张诚和路过在过去 或许有过交集 江山将这点记在心里 看了一圈 发现现场这些人里 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说点什么 他看向江温的位置 老板 来几杯酒 说完 江山看向表情茫然的张诚 还有心不在焉的林梦 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 显得不那么低沉 好了 你们先别急着 在这胡思乱想 路过的病 或许没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林梦挑了挑眉 轻声问道 江老师 路过得病 是因为家庭原因吗 林梦说完这句话以后 张诚总算回过了神 他抬起脑袋 直直地看着江山 等待他的答案 家庭方面 的确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那路过现在 张诚急躁地追问道 这你不用担心 路过现在从家里搬出来了 呃 现在住我朋友家里 张诚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古怪和庆幸 在他说完那句话以后 他才反应过来 之前和路过打的赌 想到路过现在 很有可能是与江山住在一起 而不是江山口中 所说的朋友家 换做其他人 张诚心里 或许会带着一些不愤 但要是路过 张诚只会觉得松了一口气 一个能把人变成 精神分裂的地方不是家 如果是和江山待在一起 路过的病 或许会有所好转 抑郁症和精神分裂 听起来很吓人 但要是主动配合医治 还是有很大概率痊愈的 张诚犹豫几秒 陈生问道 老师 万一路过不配合呢 江山表情一正 等回过神后 一巴掌拍在张诚的左肩上 有老师我在 你还信不过 你知道什么是名牌大学 毕业生的含金量吗 张诚小声嘀咕道 我又不是考不上 说了几句玩笑话 沉闷的气氛 总算有所缓和 江山拿起旁边的酒 不疾不徐地抿了一小口 在将口腔里的酒 咽下去的同时 阴郁的神色 在眉宇间一闪而逝 是啊 路过要是配合的话 他还用迂回 辗转地从林梦嘴里 打探消息 路过这个混账东西 这种事告诉给一个外人 也不肯告诉自己这个老师 真是队伍大了 不好带了 等喝完杯子里的鸡尾酒 江山顶着发红的脸颊 扫视一圈 没几天就要高考了 这段时间 你们就当不知道路过病情的事 说的就是你 张成 嗯 这一次 张成难得 没有像在班上那样 和老师顶嘴打闹 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哎 江山瞅瞅几秒 心里还是有些拿不准主意 等路过唱完以后 我再试探试探 要是路过不肯说 你们就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张成眉毛微调 忽然想到了什么 出声问道 那老师 苏明威知不知道这件事 江山的瞳孔中 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苏明威不知道 你俩暂时保密 张成眼神一鸣 没再多说什么 江山交代完以后 台上的路过 也唱完了最后一首歌曲 在客人的起哄声中 路过还是抱起了江童童 从台上走了下来 表演的时候 路过大多都是心无旁骛 不会过多关注台下的动静 在看到江山和张成 两个后来出现的人以后 路过的瞳孔中 只是短暂地浮现出了 惊讶的情绪 这对奇异的组合 恰巧在今天出现在了夕阳红 联想到张成平时的行为举止 下午灵梦的上门 路过足以猜到了 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来喝酒的 江山眉毛微挑 也不再废话 你刚才和林梦聊什么了 路过环顾一周 最后看向了林梦 你没告诉他们 林梦摇了摇头 路过的情绪毫无变化 淡然地开口道 没什么 下午和医生打电话 被他听到了 医生 你得病了 什么病 路过嘴角抽动 像是第一次认识江山 老师你不是知道吗 抑郁症 路过停顿了两秒 还有精神分裂 江山的眉毛一点一点的皱起 路过超出预计的配合 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是 他过去实习遇到的人 怎么就没有路过这么配合 既然这么配合 又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他 你就这么说出来了 有问题吗 之前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也没问啊 江山清吸了一口气 试图平复情绪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知道你的病情的 路过无奈叹息道 老师你表现得那么明显 想猜不到才难吧 几句话过后 江山的声音 忽然低沉了下来 你的病到什么程度了 路过露出淡然的微笑 还不错 比过去好多了 路过没说谎 他的状态 确实要比过去好很多 以前他一直饱受抑郁的影响 但上了高中以后 抑郁对他的折磨 已经已经从严重转变 为了轻微 因为有人帮他带走了 一部分抑郁的折磨 虽然路过偶尔还会情绪低迷 但相比动不动 就想和世界说say goodbye 现在的他 好的已经不能再好了 高考结束就去治病吧 痊愈的概率很大 江山下意识地劝诫道 路过眨了眨眼 认真凝视面前的江山 是哪个 一 江山如梗在喉 整个人仿佛凝固在了这一刻 这一刻的他 一颗心都沉到了谷底 他想到自己刚教十一般阴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路过 浑身都笼罩在阴沉的氛围里 只要靠近一点 就能感觉到 他身上的阴冷气息 和那个时候的路过相比 现在的他 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但正如路过刚刚说的那样 治病 治哪个 为了治愈我 所以要杀了我 漠然许久 江山一字一字道 去治抑郁症 路过笑了 第四十章 复诊 在西洋红的卖唱结束以后 江童彤和路过上演了一出生离死别 江童彤死活就是不让路过走 想让路过今晚陪他一起睡 要不是对上了江温音逸的眼神 路过差点心一软 答应了江童彤 最后还是许诺 周一晚上会来陪他 路过这才从小家伙的胳膊中脱身 在和江山三人分别以后 路过趁着柔和的夜色 脚步轻快地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回到家 空无一人的屋子 显得格外寂静 路过打开了客厅的灯 看到了陆宁宁 在茶几上留下的便签 哥 我先回去了 爸今晚值班 等我拿几件衣服 我就回来找你 手上拿着陆宁宁写下的便签 路过看着小巧可爱的字体 露出无奈的笑容 自己的这个妹妹 想的还是太天真 就算她收拾好行李想要回来 季阿姨也绝对不会让她走的 她才上高一 而自己就要高考了 和家里闹矛盾 又能闹多久 无论早晚 终究还是要回去的 抛开心里杂乱的念头 路过打开了江温 在她临走时送出的甜点 尝了一块 柔软的触感和甜度适中的味道 让路过一连吃了四块 怪不得江温现在这么胖 和年轻的时候盼若两人 一看三餐时间 就没少吃甜点 以后可不能让江彤彤 变成他爸那样 念头轻转间 路过的腹部 忽然传来一阵灼热感 胃部就像被数千根银针 狠狠插进去一样 又像是被强大的外力碾压揉搓 突如其来的疼痛 让路过蜷缩起了身体 浑身冷汗直流 嘴巴呻吟出声 强烈的疼痛 驱使路过从电视柜里 找到了止痛药 一连吃了四片 这才勉强让这股疼痛感 有所减弱 安然无恙后 路过的视线 落在了墙角处的摄像头身上 他站在原地思索了一阵 然后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打车来到闺蜜所在的小区以后 江山拎着买来的啤酒和零食 轻车熟路地 敲响了闺蜜家的房门 敲了三遍 却始终不见闺蜜开门 江山的脸颊愈发僵硬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面前的猫眼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看到房子里面的情况 再度试了一次之后 剑里面依旧没有反应 江山神色复杂地转头离开 房间里 陈佩然劈头散发地坐在地上 双目紧闭 他抱住自己的膝盖 身体靠在了身后的沙发上 在他周围 放着数个已经见底的啤酒罐 客厅灯光大开 映照出陈佩然发红的脸颊 在接到江山电话之前 他就已经在独自喝着啤酒 因为不用这种方式 他没有勇气去知晓路过病情的消息 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当他从江山嘴里得知 路过得了精神分裂以后 他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站立 手上的玻璃杯 也是一个没拿稳 摔个粉碎 精神分裂 怎么会是精神分裂 一想到这四个字 陈佩然的身体 就不由自主地颤抖 种种情绪交织纠缠 陈佩然唯一能做的 只有用酒精麻痹自己 这样才能让他的心灵 享有片刻的安宁 路过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九点多了 距离他和医生约好的时间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坐地铁过去 时间刚好来得及 等到路过简单地洗漱一番 换了身干净衣服 准备出门的时候 房门忽然被人敲响 不重地敲门声响了两遍 路过打开门 发现外边站着的是林梦 林梦穿着穿短裤 上半身只是一个 简单的抹胸上衣 加一个格子外套 头上戴着贝雷帽 一头绣发自然地 披散在脑后 仔细一看 对方脸上还画着 精致的妆容 嘴唇也涂了口红 路过简单地扫了一眼 好奇问道 你怎么来了 林梦秀眉微调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没听见 昨晚睡得有点死 手机也让我惊音了 林梦微微汗手 算是认可了路过的解释 我从蒋老师那儿 要来了你的住址 今天我 跟你一起去看病 路过皱着眉眉 你去看病 林梦理所应当地点了点头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打算去看一看 路过头已无奈的眼神 没在深究林梦跌脚的借口 两个人乘上电梯 到了一楼以后 林梦带着路过 走到了小区的停车场 上车 眼前是一辆深蓝色的敞篷超跑 林梦坐上驾驶位 拍了拍副驾驶的座位 示意路过快点上来 看着眼前的年轻司机 路过陷入短暂的迟疑中 你还要歌吗 要啊 怎么了 路过继续道 我写的歌全都在一个笔记本上 笔记本放在了卧室柜子里 林梦满头黑线 不善地瞪着路过 你这是在和我交代后事 算是吧 林梦秀没轻醋 没好气道 你坐的是我的车 你死了我能活 赶紧上车 路过最后还是坐上了车 启动车子 林梦一脚油门 开着车驶离了小区 蓝色超跑 行驶在车流之中 不得不说 跑车除了凉快一点 拉风一点 贵一点以外 和普通的车也没什么不同 吸引了一路的视线 车子最终安全地抵达了 路过要看病的医院 将车停好以后 林梦叫住了准备离开的路过 你去几楼 三楼 心理科在三楼 走吧 你也去三楼 嗯 晚上有点睡不着觉 想让医生帮我看看 不等林梦开口 路过主动说道 那就一起吧 去心理科看病的人不多 等了没多久 就轮到了路过 进去之前 路过看向林梦问道 你在这等着 你觉得呢 路过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梦一眼 转身走进了心理科 林梦快步跟在路过身后 随后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在路过进行复诊的时候 一辆车缓缓驶进了医院的停车场 不一会儿 一个打扮精致 风韵油存的女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向着四楼所在的精神科走去 第41章 坠坠不安的韩熙 工作的琐事和家庭的古怪氛围 让韩熙觉得 最近的精神状态有些疲惫 工作的时候 不光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会做噩梦 在同事的建议下 韩熙决定 或许也有一部分路过的原因 她记不清 有几年没亲眼见过自己的儿子了 这些年的时间 她一直忙于工作 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得到这一切的代价 便是牺牲自己的健康 和对孩子的关心 但好在两个孩子都是省心的 大女儿被保送了 小女儿只有在周末的时候 才会回家 唯有路过 韩熙亏欠很多 所以 她打算看完自己的失眠以后 亲自去看一看路过 几十分钟过去了 在做完全身检查以后 没出什么太大问题的身体 让韩熙稍稍松了一口气 医生说 她的失眠 可能是来自心理压力 或是工作上的原因 让她尽量注意休息 紧皱的眉头 总算舒缓了下来 韩熙拎着装有各种化验单的袋子 准备离开医院 但在下到三楼的时候 走廊另一边隐约出现的声音 让韩熙觉得有些耳熟 出于好奇 韩熙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投去视线 她看到了一男一女两道身影 在并肩走着 距离有些远 向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下到大厅的时候 韩熙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 或许是人到中年 韩熙对生老病死 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排斥 就算有一天 让她直面死亡 也不会有太多畏惧 唯一担心的 或许只有她的三个孩子 走到停车场 韩熙坐上车 拿出手机 告诉路过自己来了的消息 但等了一会儿 始终不见回复 韩熙也没多想 直接启动车子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她的余光 忽然看到了一辆 显眼的敞篷跑车 从远处离开 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再度浮现 韩熙摇了摇头 还是开车离开了停车场 离开医院 向左行驶 一直执行将近一公里 才遇上第一个红绿灯 等待的时候 韩熙打开了车里的电台 舒缓的音乐也随之响起 红灯结束 韩熙继续行进 但在等待下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一辆似曾相识的蓝色跑车 闯入她的眼帘 从她的后方 她向右微微转头 透过眼镜的目光 让她清楚地看到了 坐在驾驶位上的女人 不 应该说是女学生 韩熙惊讶地收回目光 认真目视前方 观察车框 她虽然在认真的开着车 但心思早就飘到了九霄云外 心中还在思考对方 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的时候 韩熙的眼神 已经匪夷所思地飘了过去 但当韩熙看到 副驾驶那一闪而逝的面庞时 她的身体瞬间僵直 惊讶不解 种种情绪喷涌而出 在她的心里交织柔和 自己的儿子 怎么会和林梦在一起 他们怎么会一起来医院 到了最后 韩熙的脑袋里 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他们两个到底谁得了病 车子里的音乐电台 这个时候放了一首经典悲情歌 哀伤悲婉的声音 牵引出韩熙心中的忐忑不安 让她的思绪一片混乱 当她再一次转过头的时候 原本行驶在右侧车道的那辆车 已经不见了踪影 不安的情绪 驱使韩熙加快速度 用了比导航计划的更短的时间 赶到了路过住的小区 随便找了个停车位 将车停好 韩熙再度拿出手机 给路过发去了消息 这一次 自己的儿子还是没有反应 驾驶位上 韩熙捂着嘴 原本因身体还算健康 而出现的欣喜庆幸 消散一空 她惊慌地给路过打去电话 但电话里传来的 并非是自己儿子的声音 而是一段她过去 早就听腻的提示音 在过去忙于工作的时候 这一段提示音 她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不知道受到了多少的白眼 连想都没有想 心中的不安 就已经告诉了她答案 路过拉黑了她的电话号码 韩熙慌乱不安地走下了车 在周围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熟悉的敞篷跑车 仅存的一丝 侥幸告诉她 或许对方把路过送回来以后 就开车走了 或许对方走的是一条更近的路 停留在原地的时候 韩熙给路过声打了个电话 结果就是 对方没有接听 韩熙思存许久 最终走到了路过 居住地方的小区楼下 就在她准备上去的时候 一道倩影从昏暗的楼道中走出 出现在了韩熙面前 对方步伐匆忙 刚要经过韩熙身边的时候 韩熙忽然出声叫住了对方 你是 宁宁 路宁宁不知道眼前的女人 为何会知道她的名字 但她还是礼貌地回应道 你是 韩熙又问了一遍 你是路宁宁 没错吧 对 我是 韩熙松了一口气 心里如是重负 路宁宁在 路过也一定在 她肯定知道 路过的身体 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次和长大后的路宁宁见面 韩熙的声音带着一些紧张 她愁出几秒 这才组织好措辞 我是 路过的妈妈 路宁宁惊讶地睁大眼睛 瞳孔中光芒闪烁 你是 韩阿姨 停留在路宁宁记忆里的 朴素装扮的韩阿姨 逐渐与眼前的韩阿姨 融合在了一起 路宁宁看着哥哥的亲生母亲 惊讶在心里 短暂地停留了一瞬 表情随即恢复平静 韩阿姨 你来试 韩熙紧张地问道 路过现在在不在楼上 我哥他不在 韩阿姨 你找我哥有什么事吗 没 韩熙脸色尴尬 没什么事 陆宁宁冷淡地回应道 韩阿姨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陆宁宁刚要转身离去 韩熙再度叫住了她 宁宁 阿姨能不能用你的手机 给路过打个电话 对上陆宁宁疑惑打亮的眼神 韩熙只觉脸颊一阵发烫 轻声解释道 阿姨的手机没电了 现在联系不上路过 陆宁宁直直地看着 哥哥的亲生母亲 没有答应也没直接拒绝 而是亲生搪塞道 我哥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韩阿姨要是不急的话 就上去等会儿吧 我这边还有事 得先走了 不好意思 不给韩熙再度开口的机会 陆宁宁转身离开 速度逐渐加快 第四十二章 外出偶遇 陆宁走后 韩熙最终回到了车上 她拿出手机 在通讯录里找到了 路过班人的电话 她记得路过高三 换了一个新的班人 或许对方有路过的联系方式 拨打过去 等了几秒后 电话那边响起了声音 老师你好 我是路过的妈妈 你有路过的联系方式吗 电话里的女生停顿了几秒 你是许初安的母亲吧 我们班没有路过这个人啊 打错了吧 韩熙表情一正 声音明显有些不自然 不好意思王老师 我打错电话了 没事没事 王老师的声音很轻柔 正好我也想要联系你 怎么了 是初安在学校出了什么情况吗 算是吧 许初安的成绩 虽然一直排在前景 但这几天她上课的状态 有些不太对劲 我想问问她 在家有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初安她 周末回来以后 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韩熙的语气 有些不太肯定 好吧 那就不打扰你了 王老师再见 挂断电话 韩熙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心境的波澜 一刻未曾停歇 她能记住客户的名字和喜好 在职场上游刃有余 但这一次 她竟然记错了儿子的班人 如果不是打了这通电话 她潜意识 因为她出来的时候 只带了这一个手机 而路过班人的电话 似乎被她存在了 另一个手机里 房门被人敲响 路过打开房门 陆宁宁的身影 出现在了眼前 哥 怎么没带行恋 陆宁宁眼神躲闪 不敢知是路过的眼睛 路过猜到了原因 给陆宁宁 让出了可以进来的空间 别站着了 进来吧 路过给陆宁宁 倒了一杯水 这次打算待多久 陆宁宁小口 喝着杯子里的水 轻声回应道 我打算带到高考结束 还是带到暑假结束吧 路过定睛 看着身穿变装 竖起头发的陆宁宁 她轻叹一口气 你连校服都没拿 周一的时候怎么办 小崔可不会当做没看见 陆宁宁赌气时的撅起嘴巴 我又不怕她 路过笑着揉了揉陆宁宁的脑袋 等你看到小崔不躲的时候 再说这种话吧 路过说完以后 陆宁宁的神情忽然有些犹豫 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哥 陆宁宁支支吾吾道 我来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人 路过好奇地看着陆宁宁 遇见了谁 江老师 陆宁宁摇了摇头 路过也知道自己随口说出的人 不会是正确答案 再说了一个后 就没再继续附和 陆宁宁小心紧张地看着路过 犹豫许久 还是开口道 是韩阿姨 路过止住嘴 随即轻笑一声 是她 你和她怎么遇见的 陆宁宁放在双腿上的手 紧张地揉搓着 下楼的时候遇见的 路过眉毛微调 她好像是来找哥的 路过表情淡然地摇了摇头 找我 怎么可能 既然是来找我的 怎么连我搬出来了都不知道 这几年她从来没有找过我 现在又怎么忽然 想起我了 陆宁宁没有说出她的猜测 因为她感知到了 哥哥对亲生母亲的态度 就像哥哥说的那样 都和家里闹出这么大的矛盾 早就从家里搬出来了 可哥哥的亲生母亲 竟然还去以前的地方找人 明明一直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毫不在意 平时仅有的交流 就只是隔着冷冰冰的手机 发着几句不嫌不淡的话 这就足以让一个母亲 数年时间不与自己的孩子见上一面 更没有打算亲眼看看 自己孩子过得怎么样 现在心血来潮 想见自己的儿子了 凭什么 陆宁宁很气愤 气愤自己的愚蠢举动 气愤哥哥母亲的冷血偏心 既然过去从来没露过面 为什么现在还要出现 老老实实的消失去啊 现在的哥哥一个人 同样过得很好 不对 是和他一起 两个人可以过得很好 想什么呢 陆过揉了揉陆宁宁的脑袋 跟我出去一趟 陆宁宁回过神 去哪儿 陪你去买一些换洗的衣服 陆过叹了一口气 你是个女孩子 总不能一直穿着一身衣服吧 陆宁宁的脸颊泛起红光 娇羞开口道 哥 陆过笑出了声 右手再度放到陆宁宁的脑袋上 狠狠地揉了一把 正午的太阳高高悬挂 气温和前几天比起来 倒没有看上去那么热 兄妹俩走出小区 向着附近的商城走去 在线下门店 一连买了五件衣服以后 神色复杂地路过 终是看着陆宁宁开口道 已经五件裙子了 你不买点别的了 陆宁宁睁大眼睛 脸颊羞红 哥 你把卡给我 我一个人去买 路过将银行卡密码告诉陆宁宁 坐在那一店外面耐心等待着 礼品店 苏明威和初中时的好朋友一起 从里面走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头上已经多出了一件 样式精美的淡蓝发卡 后面 三个男生也一起走了出来 彼此说说笑笑 相互打闹 行了 你们几个小点声 王威不满地瞪了三人一眼 和初中的朋友 再度聚到一起 林森这几天的阴郁心情 也一扫而空 这都高撒了 你还不改改你的火爆脾气 怪不得 你找不到男朋友 王威毫不客气地瞪了回去 老娘脾气就这样了 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薛山倾笑道 林森眼里只有我家明威 要不然初三成绩 怎么上得那么快 被提及的林森 脸颊有些僵硬 王威斜了林森一眼 不假思索道 怎么可能 明威喜欢 话未说完 王威忽然止住了嘴 他知道苏明威喜欢的是谁 因为他是和苏明威路过 最先认识的人 只是那件事以后 无论是他还是苏明威 都和路过不再来往 这才形成了现在的小群体 蒋超环顾一周 忽然开口道 东西买完了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怎么样 我都可以 去吃烤肉吧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烤肉店 味道不错 走吧 蒋超在前面带路 六个人分成了两拨小声的聊着天 苏明威有一搭没一搭 回应递过来的话题 但其实视线一直飘忽不定 在苏明威觉得有些乏累的时候 耳边默然响起的声音 让他抬起了头 诶 那人是不是路过 路过 还真是他 想不到还能在这碰见他 去打个招呼 薛山摇了摇头 还是不去了吧 王威也不太想过去 但他的话就直接很多 打完招呼又能聊什么 孙艳忽然问道 你俩和路过同班 他在班里也和初中一样 林森欲言又止 苏明威也不再说话 王威不满地皱起眉头 这个时候提这件事干什么 你们又不是 不知道他初中闹出来的动静 就在王威话音刚落后 一旁沉默许久的苏明威 忽然动了 没有任何言语 更没有任何征兆 他先是看了王威一眼 然后静止地朝着路过的位置 缓步走去 几人对林森投影疑惑的视线 但看到的却是神色复杂 一脸败犬向的他 第43章 真相 无论对于哪个年龄段的男人来说 逛街都是一件备受折磨的事 路过还算有耐心 在陆宁宁挑衣服的时候 待在外面安静地玩手机打发时间 只是路过没有想到 久违和陆宁宁出来一趟 竟然让他一次性 在外面见到这么多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在余光看到远处曾相识的几道人影 站在他们之中的苏明威 向自己走来以后 路过收起了手机 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路过 苏明威小心翼翼 很想问出 路过是不是陪灵梦一起出来逛街 但话在嘴边 剩下的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不等路过回话 其他几个人已经快步走了过来 站到了苏明威身边 视线各异地看着眼前的路过 路过 你也在这儿啊 说起来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你这是陪女朋友一起逛街 几个人里 只有关系和路过较为平常的孙燕和王威 与路过不嫌不淡地寒暄了两句 而其他几人的眼神都带着一丝古怪 这样的眼神路过早就习惯了 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受 路过扫尸一圈 目光落在了一旁 不显山不露水的蒋超身上 他表情平静温和 亦如毫无波澜的湖面 好久不见了呀 路过轻叹一口气 目光直直地落在蒋超身上 蒋超没有说话 目光有意避开路过 感觉到气氛有些古怪 王威撑出一张笑颜 想要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见面 正好你是陪女朋友出来逛街的 我们就不打扰了 明威 我们走吧 王威拉了拉苏明威的胳膊 但苏明威脚下毫无动作 明显不打算离开 明威 这次几个人 已经明显觉察出不对了 不去陪你的朋友聚会 路过忽然开口 薛山也开始打起了圆场 明威 我们还是赶紧去吃饭吧 别在这打扰路过和他女朋友了 苏明威轻叹一口气 不舍得收回视线 就在这时 熟悉的声音忽然响起 陆宁宁的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哥 陆宁宁快步站到路过身边 先是担忧地看了一眼路过 随即转过头 死死的凝视眼前的这群人 准确来说 是他们之中的苏明威 哥 听到这个字 在场的除了苏明威 还有林森之外 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王威定睛看着眼前的陆宁宁 忽然认出来陆宁宁的身份 你是陆宁宁 陆过是你哥 同校学生里有同性的很常见 比陆姓还稀有的姓氏 他们学校当初还有好几个 只是当初陆宁宁上初一的时候 陆过已经到了初三 两个人在学校 根本就没有交流 认识陆过的朋友 也只知道她有一个妹妹 但他们都没想到 陆宁宁竟然会是陆过的妹妹 这个时候 王威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转头看向了苏明威 明威 你知道这件事 苏明威的眼中 闪过复杂的神色 我知道 林森你也知道 林森点了点头 几个人心里有满腔疑问 想要向两人询问 但这个时间这个场合 明显不太合适 陆宁宁的出现 打乱了几人的计划 再度让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苏明威 陆宁忽然喊出了 苏明威的名字 她的话吸引了 其余人的视线 请你以后 别再来靠近我哥了行吗 苏明威的脸色有些发白 表情极其难看 哥 他们是你的同学 陆宁宁将目标 对准了其他几人身上 想要知道他们 和自己哥哥之间的关系 路过看了一圈 视线在蒋超身上 只停留了短短一瞬 他们只是我的初中同学 话说到这儿 陆宁宁已经明白了 这些人里 或许曾有自己哥哥的朋友 但自那之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 即便没有做出 像苏明威一样的过分举动 暗地里 也不会说自己哥哥什么好话 这种人 他哥哥过去 就可以毫不在意 现在也不会因为 所谓的同学情谊 选择和他们恢复联系 苏明威 既然你都有这些朋友了 就请你以后 也别来缠着我哥了 见到陆宁宁郑重其事的模样 所有人 看向苏明威的眼神 都带着一些古怪 不是 林森怎么还没有 和苏明威在一起 苏明威到了高中 开始纠缠起了陆过 闻声 苏明威委屈的低下脑袋 王威看到 闺蜜受了委屈 抱住了苏明威的右臂 毫不相让地 和陆宁宁对视 我们和你哥 好歹也是同学一场 你说话就这么过分 陆过忽然开口道 王威 你也说了同学一场 所以只是同学 薛山也站出来劝道 陆过 你这话也太过分了 本来还想着邀请你 一起出去吃饭 现在想想 还是算了吧 既然有人不欢迎老同学 我们还在这浪费什么时间 看着眼前 对自己有着 诸多抱怨的初中同学 陆过不由地想起了 当初声讨自己的他们 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似乎还是没什么改变 不过这次自己身边 倒不是一个人 没有了 一边的陆宁宁瞪远眼睛 不满地看着眼前 一众埋怨自己哥哥的初中同学 他们每说一句话 陆宁宁就好像 被人用金条抽了一下 老同学 你们也配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就是觉得 我哥是小偷 偷了老师的东西 连同学朋友之间 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你们有什么资格 说这种话 每说一句话的同时 陆宁宁的身体 在不由自主地颤抖 强烈的愤懑 席卷她的全身 让她无法冷静 如果揉了揉陆宁宁的脑袋 向前迈出一步 走到了几个人的身前 我妹说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你们从没把我当做同学 继续在这里假刻套 也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声音平静 带着股巨人 于千里之外的冰寒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一个忘不掉也就算了 这么多人忘不掉 倒是让我有些意想不到 本来我觉得 当年那件事 现在解释起来怪麻烦的 毕竟没有什么证据 不过今天正主既然在这儿 那我也不需要什么证据了 苏明威露出茫然的神情 心里的不安愈发强烈 路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正主 你说的人是谁 在几人像路过询问的时候 完全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蒋超 神色愈发不安 蒋超 当初我到底有没有 拿老师的东西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苏明威如遭雷击 心神似乎被黑洞吞噬了 空洞的大脑 让她无法思考 她难以置信地 看着表情愈发不自然的蒋超 只觉得自己的双腿有些发软 路过 你是说蒋超才是 路过没有回答 平静地看了苏明威一眼 转头对着陆宁宁轻声开口道 走吧 第44章 我把路过弄丢了 苏明威还是走了 在一众劝解声中 选择提前结束这场同学聚会 路过临走之前的那番话 就像是一根毒刺 狠狠扎在了 她心脏最敏感柔软的部位 时时刻刻在折磨她的内心 她不敢去想 临走之前其他人劝解的话语 他们都在说 路过说的都是假的 蒋超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就连苏明威听到以后 心里都产生了片刻迟疑 心神恍惚间 她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公园 坐在长椅上 苏明威视线空洞地看着前方 对周围的一切都浑然不觉 等到耳边响起一阵喧闹声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闯入眼帘以后 苏明威这才回过神 瞳孔中多出了几分震惊的神色 熟悉的身影 熟悉的声音 苏明威有些难以置信 这 老师 被叫陈老师的女人抬起脑袋 从孩子中脱身 缓缓走到苏明威面前 打量几秒后 她柔声开口道 苏明威 我没记错吧 苏明威身体一颤 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会和初中时的老师再度相见 陈老师 你怎么在这 虽然戴着口罩 但陈佩然的眼中 闪过的复杂神色 还是被苏明威看见了 陈佩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沉默一阵 定睛看着苏明威问道 现在和路过关系怎么样 苏明威眼神多闪 表情黯淡了许多 她不想在许久未见的老师面前 露出悲伤的情绪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可笑容却转瞬即逝 还是因为那件事 身体像是被电流窜过 苏明威幅度轻微地点了点头 藏在口罩背后的脸颊 明显有些发白 陈佩然无奈苦笑一声 当她再度开口时 声音中已经带着一丝明显的疲惫 当年那件事 我没想到会对你和路过 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没想到路过 还因为那件事记恨你 苏明威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道 老师 你都看见了 嗯 我都看见了 被这个消息经得心神恍惚的苏明威 没有注意到陈佩然言语中的前后矛盾 她现在只想向眼前人询问 路过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念头才刚刚浮现 苏明威就反应过来 陈老师要是知道 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不早点解释清楚 下一秒 陈佩然忽然问道 你相信路过吗 相信 声音虽然小 但回答的时候 没有任何犹豫 陈佩然低声道 我以为你早该发现的 什么意思 苏明威正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陈老师 这一刻 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压抑的感觉 让她一阵恶心 陈佩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因为工作 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事后我才知道了 路过不是小偷 她没有偷闹我的东西 一直以来 我都抱有侥幸心理 以为时间能让你们的关系 恢复正常 可结果 苏明威站起身 整个人如遭雷击 嘴里更是喃喃自语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为时 质问的话已经说不出口 苏明威量枪后退 险些跌坐在地上 当初是她相信了老师的判断 和同学的证词 觉得路过是小偷 可现在陈老师竟然告诉她 不是这样的 事到如今 她才得知 这一切就是个笑话 那她当年到底做出的事 又算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让她知道真相 为什么当初没人告诉她 老师的判断也会出错 同学的证词 也可以全是谎言 对不起 现在说对不起 还有什么用 苏明威歇斯底里地质问着 我和路过已经 眼泪夺眶而出 无边的悔恨 冲刷苏明威全身 让她一直怀有 与路过和好的最后一丝侥幸 也消失殆尽 到底谁才是小偷 是不是蒋超 苏明威睁大眼睛 通红的眼圈映入眼帘 让本就心存愧疚的陈佩然 情绪更加低落 是 只是一个字 仿佛就抽干了 陈佩然所有的力气 在亲耳听到 初二乃至初三十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后 心态彻底崩溃的 苏明威尖声大喊道 走 现在从我眼前离开 我不想再看见你 陈佩然目光复杂地凝视 眼前痛哭流涕的身影 拖着沉重的脚步 缓缓离开了公园 明威 你这是怎么了 在接到苏明威电话以后 陈云赶到了约定的公园 找寻半天 才在角落里 见到了浑浑噩噩 视线空洞的苏明威 她从来没有见过 状态如此萎靡的苏明威 眼下的苏明威 就像是个信仰破灭的教徒 见到了终其一生 也难以理解的画面 哪怕是像路过主动示好 被其拒绝 也没有表现 出现在这种状态 现在的苏明威 给陈云的感觉很不好 让她不由感到心疼 陈云坐到苏明威对面 担心地握住了她的双手 苏明威冰凉的手掌 让她的身体微微一颤 手上的力度也更紧了 明威 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路过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路 过 苏明威抬起头 茫然无措地 看着对面的闺蜜 她的眼圈泛起明显的红光 眼泪随时都会从眼眶里溢出 凝视许久 那双没有任何光芒的眼睛 才逐渐回过了神 看清了对面的陈云 见到陈云 从面前这个最好的朋友嘴里 听到路过的名字以后 一直悬而未决的眼泪 直挺挺地流了下来 开始还是小声啜泣 最后变成嚎啕大哭 小鱼 我把路过弄丢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第45章 后怕的路凝凝 再也找不回来了 陈云正然地看着苏明威 认识苏明威这么久 被路过拒绝搭话的时候 她也从没见过 闺蜜会显露出如今的情绪 她心疼地握紧苏明威的手 希望用这种方式 把掌心中的温度 传递给眼前人 一定会找回来的 一定 我保证 找不回来了 苏明威摇着头 带着哭腔的声音 让陈云听不太轻她说的话 但能让她感觉到 苏明威的心碎 我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以为路过上了高中以后 就会忘记初中发生的事 我以为她会原谅我 可是我的所作所为 一直都是 在向路过的伤口上撒盐 越是缠着 她希望得到原谅 就越是严重 小云 我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站在路过身边相信她 还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离她而去 明明她不是小偷 明明她可以告诉我 谁才是小偷 可路过却没有这么做 而我却在抛弃路过 以后还和小偷 做了两年的朋友 还和她一起出去聚会 她给过我机会的 早就给了 小云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如果不了解苏明威 和路过之间的恩怨纠葛 陈云或许还会出声 安慰一下闺蜜的情绪 但在听到苏明威 自责的言语后 陈云忽然发现 自己说不出话了 都说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可她这个旁观者 看到的前路 也是一条无解的路 高中三年的 示好祈求 都没能换来路过的原谅 如今高考近在咫尺 闺蜜又发现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是错误的后 她还能有机会吗 她已经看到了答案 苏明威或许同样如此 所以 她才会像现在这样无助 如今的她 和当初被她抛弃的路过 又是何等相似 外出到家 从放下购物袋开始 陈宁宁 一直看向自家哥哥的位置 露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想问什么就问吧 路过把购物袋 规整地放到一边 抬起头 平静地看着陈宁宁 哥 那个蒋超 陈宁宁想了想 还是开口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她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 那个叫蒋超的 是不是当年那个真正的小偷 不等她说完 陈宁宁眼中的路过 淡然地点了点头 对 就是她 呼吸在此时戛然而止 陈宁宁的心脏 就像被人揪住了一样 气息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 哥 那你怎么 你是说我怎么不告诉老师 还是说事后不报复回去 路过唇角上扬 表情有些意味深长 这一刻的她 不知道是在嘲讽着什么 或者是在嘲讽 为了吸引苏明威 试图拉近关系的讲超 亦或是 当初不肯相信她的老师陆国生 或许还有眼前 幡然醒悟的陈宁宁 耳边嗡鸣声 不断地陈宁宁说不出话了 和真正害自家哥哥 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元凶相比 报复罪魁祸首 又有什么意义 这么做 除了会让家庭关系 进一步恶化以外 似乎对哥哥 没什么别的影响 想明白一切的陆宁宁 深深叹了一口气 觉得心头莫名沉重 压得她快喘不过气了 她一把冲上前抱住了路过 把脑袋 埋在路过的胸膛里 连连道歉 哥 对不起 对不起 路过揉着陆宁宁的脑袋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哥 你还怪我吗 不怪了 哥 初中这几年 一定很累吧 还好 不算太累 一个人待着 也没什么不好 陆宁宁没有再继续说话 她没有去问自己哥哥 那两年里 有没有想过 告诉苏明威所谓的真相 因为她的哥哥 已经用实际行动 告诉她答案了 两年里 一直形单影支的她 或许曾想过这么做 但当年在路过心里 苏明威这个外人 一定比她这个妹妹 还要重要 就像她相信父母的话一样 路过怎么会怀疑 自己最亲近的人 会背叛远离自己 又怎么会选择 站到外人那边 从苏明威远离 自家哥哥开始 两人关系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了 哥哥隐藏的秘密 那她会不会像苏明威 父亲和哥哥的生母一样 从此远离哥哥的身边 她不敢去想 两只胳膊逐渐加大力度 第四十六章 我的儿子死了 下午三点 处理完突如其来的工作 韩西开车 再度来到了早上的医院 早上看见路过 林梦一起来医院以后 韩西一上午心神不宁 时不时会感到一阵心慌 不搞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西觉得自己无法心安 按照记忆 她来到了看到路过的 和林梦的地方敲门而入 里面的中年女医生 看到韩西以后 表情一正 随即又恢复正常 你是哪里不舒服 轻柔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 但韩西的心静不下来 她紧张地坐到医生面前 医生 我不是爱看病的 我想问问 早上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男一女来 你这看过病 男孩叫路过 女孩叫林梦 女医生皱了皱眉 你是 我是路过的母亲 我没见过你说的人 早上有一段时间我不在 老李可能见过 我给老李打个电话 他马上就能回来 女医生拿出手机 给老李打去了电话 没一会儿 一个戴着眼镜 气质儒雅的高个医生 从外面走了进来 是你 李成如压抑地看着早上 来找他看过失眠的韩西 怎么回事啊 女医生把刚刚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李清如听完 又转头看向了一边 坐立难安的韩西 你说的人 我的确见过 早上就是我给他们看的病 韩西激动地问道 他们两个是哪个得了病 李清如眉头轻皱 我是医生 病人的情况不方便透露 况且 我没办法证明你的身份 你说 你是陆过的母亲 对吗 对 我是韩西 是她的亲生母亲 那你说一下 陆过的基本信息吧 韩西流畅地说出了 陆过的基本信息 其中包括陆过的姓名 生日 简短地叙述结束以后 李清如的脸色 变得愈发冷淡 一边的女医生 眉毛微调 表情稍显凝重 这就没了 韩西嘴巴微张 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思绪停顿间 她想到了 陆过小的时候 最喜欢玩女儿的芭比娃娃 姐姐还因为这件事 和陆过打过架 在将这件事说出口以后 韩西忽然震住了 因为眼前的两位医生 听完她的话以后 表情变得极度难看 特别是后面进来的李清如 对方眼神中的厌恶与反感 毫不掩饰 女医生深深叹了一口气 复杂的眼神落在了韩西身上 看得她一阵心慌 你真是陆过的母亲 我是医生 有些话本来不应该说 不过你的表现 实在不像是个合格的母亲 对孩子了解不多 也就算了 你难道真以为你的儿子 喜欢玩女儿的芭比娃娃吗 李清如亲生解释道 她和陆过的亲生母亲离婚了 之前抚养过陆过一段时间 后来送回去了 怪不得 这三个字 就像三个巴掌一样 狠狠扇在了韩西的脸上 让她无地自容 陆过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他们两个现在跟着这位女士 女医生皱眉问道 三个孩子 陆过的家庭有些复杂 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听到这儿 韩西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医生 我儿子得了什么病 他怎么会和朋友一起过来 韩西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 明明是看病 为什么陪他过来的不是陆过生 李清如本来不想说什么狠话 但陆过的情况实在过于特殊 特殊到他没有办法 对韩西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韩女士 你的儿子为什么会和朋友来 我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他过去来我这的时候 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 昨天是唯一一次和朋友过来的 韩西惊讶地睁大眼睛 同时用手捂住了嘴巴 自己儿子得病了 而且来了不止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陆过生不陪他一起过来 为什么陆过不告诉他 医生 我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不是在学校压力太大了 所以失眠 李清如忽然沉默了 真要是失眠 你觉得我会是这个态度 他冷哼道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父母 连自己孩子得了病都不知道 你们到底是怎么当的 要不是陆过来我这看病 我都想不到 一个孩子的心理问题 能严重到这个地步 我告诉你 你儿子是抑郁症晚期 听到抑郁症晚期这五个字 韩西惊讶地站起身 踉枪地后腿几步 站稳后 整个人正在了原地 抑郁症 晚期 怎么可能 陆过怎么会得了抑郁 而且还是晚期 李清如冷冷地看着韩西 除此之外 你的儿子还有精神分裂 哐当 李清如的话 犹如一柄大锤 砸在了韩西的脑袋上 让他一瞬间陷入了失神的状态 身体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 双腿更是感觉一阵发软 险些瘫倒在地 李清如愤懵地锤了一下桌子 还想说些什么 但忽然想到了路过之前的叮嘱 没有说出剩下的胃癌 但只是这两样病加在一起 就足以让韩西心态崩溃了 抑郁症晚期 精神分裂 这两个韩西熟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 让他的脑袋无比肿胀 这一刻 他宁愿自己听不懂这两个病的含义 更不想看到 是自己的儿子得到了这两种病 他嘴唇发白 视线勉强对焦到了眼前的李清如身上 医生 我儿子的精神分裂 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惶恐不安的情绪达到顶峰 韩西几乎是咬着牙 才问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下一秒 李清如的话 彻底给韩西判了死刑 或许是觉得答案过于残忍 足以给韩西深刻的惩罚 李清如的语气温柔了许多 但更多的则是怜悯 你的儿子最开始来的时候 已经衍生出了第二人格 现在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不只是精神分裂 同时还有抑郁症 韩西刚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内心 因李清如剩下的话 被无尽的惶恐包围 但我劝你 最好不要试图治疗 你儿子的精神分裂 得了抑郁症的 是你孩子的主人格 现在掌控躯体的 是他的第二人格 两个人格的替换过程 没有发生任何波折 换句话说 是路过的主人格 主动选择自杀 将躯体让给了第二人格 苦果已经酿出 想要让他的主人格 重新掌控躯体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所以我劝你 最好还是接受这一现状 气血上涌 晕眩的感觉席卷大脑 韩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领导下前 耳边回荡的 只有李清如说出的话 心里浮现的只有一个念头 他的儿子死了 第47章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妈妈 你什么时候才能带我出去玩 快了快了 等忙完这一阵的工作 就能带你们出去了 妈妈 妹妹总是抢我的东西 你是哥哥 妹妹比你小 当哥哥的需要让着妹妹 妈妈 我的生日礼物呢 对不起 妈妈这几天工作太忙了 礼物明天给你补回来好吗 儿子 你想不想爸爸 想不想去他那边待一阵 等妈妈这段时间忙完了 就把你从爸爸那里接过来 好 路过暑假过来吗 他不想过去 但我告诉他说 妈妈很想他 有时间的话 我会过去看他的 儿子说 不用你过来 忙你的工作去吧 现在掌控躯体的 是他的第二人格 是路过的主人格 主动选择自杀 我劝你 最好还是接受这一现状 韩熙昏迷中 过往的片段 接连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 他翻看着和路过一切的回忆 竟默然发觉自己 几乎从没给路过这个儿子 一点母亲的温暖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重担 让他忽略了 路过这个排在中间的孩子 让他把工作之余 仅剩的一丝温暖 给了失去一切亲人的小女儿 就连大女儿 也因为懂得照顾小女儿 也经常被他夸赞 唯独路过 除了乏累后的搪塞 什么都没有 过往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韩熙又想到了 医生之前发出的质问 他以为路过小的时候 喜欢玩大女儿的芭比娃娃 仔细一想 路过根本就不喜欢这种东西 他喜欢的 只是一个母亲 带给孩子的温暖 因为他没有 所以才喜欢上了 姐姐的芭比娃娃 撕心裂肺的痛苦 侵蚀着韩熙 使他从昏迷中恢复清醒 他已经记不清 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医院 坐在车上的韩熙 嘴唇发白 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 医生说过的话 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 让他的心神 一刻未能安稳 抑郁症晚期 精神分裂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儿子 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心理疾病 为什么儿子得了病 他和路过生 从来没告诉过他 发红的眼睛 呆滞地看着前方 直到后面刺耳的鸣笛声 忽然响起 韩熙才麻木地踩上油门 继续向前方驶去 不行 他要把儿子 从路过生那儿带走 再去向路过生问个明白 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到底是怎么当父亲的 一路风驰电撤 韩熙匆忙赶到了 路过生的家门口 急躁地按响门铃 没一会儿 麒麟打开了门 没去看开门的人到底是谁 韩熙大不留心地闯了进去 红肿的眼睛四处搜寻 嘴里同时大喊道 儿子 路过 你来有什么事 韩熙的忽然来访 让麒麟大为意外 若不是韩熙嘴上 喊着路过的名字 他都没认出来 眼前擅闯进来的女人 是路过的亲生母亲 韩熙对麒麟的话充耳不闻 他找了一圈 始终不见路过的身影 他看向身后的麒麟 红肿的眼睛 死死瞪着麒麟 我儿子呢 他现在在哪 你来这老路知道吗 韩熙拔高声调 我来找我儿子 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再问你话 我儿子现在在哪 麒麟看着眼前状态异常的韩熙 心里莫名有些恐慌 他现在不在家 不管他现在在哪 马上让路过生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就要带着我儿子走 麒麟轻叹一口气 无奈开口道 前段时间路过和老路吵了一架 路过带着他妹妹出去租房住了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他现在住在哪 吵架 韩熙的情绪愈发暴躁 吵架这两个字 挑拨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好好好 路过生就是这么对待他的亲生儿子 韩熙气得身体颤抖 眼中已经出现晶莹的泪光 给我告诉路过生 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 麒麟哑然看着韩熙 震惊于他刚刚说出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路过和宁宁出了什么事 给我让开 韩熙一把打开麒麟的手 他不想在这里多停留一分一秒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 就是在这儿得了那么严重的病 他就对这里的一切充满憎恶 不乏匆忙地离开这里 麒麟站在门外 看着韩熙的身影愈发远去 他慌张地返回屋子里 给路过生打去了电话 韩熙驾驶的车缸 开出路过生居住的小区 放在副驾驶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悦耳欢快的铃声 让思索的韩熙回过了神 是那不存有路过搬任手机号的手机响了 对 路过的班人应该会了解些什么 他应该能打通路过的电话 韩熙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 没去看给他打来电话的人到底是谁 直接挂断 从通讯录里找到了江山的电话号码 直接打了过去 几秒钟后 电话接通 江老师 我是路过的妈妈 路过前几天离家出走了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住哪 能不能打通他的电话 我有很要紧的是找他 韩熙急促的话语 如同连珠炮一样 窜进了江山的耳朵 电话中传来的微微 带着哭腔的声音 让江山促紧了眉头 心神有些不宁 他听出对方的声音 和上次联系时的声音有些不同 于是疑惑问道 你是路过的母亲 对 我是 我现在找不到我儿子了 您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哭腔愈发明显 就算隔着电话 江山都能想象出 对方哭泣着的模样 只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让对方的情绪莫名失控 是得知了路过的病情 那上次接电话的 不是路过的母亲 又会是谁 来不及多想 江山轻声安慰起了韩熙的情绪 路过妈妈 你先别着急 能告诉我 你找路过有什么事情吗 韩熙的右手剧烈颤抖 我儿子得了很严重的病 江老师 您在学校里 有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路过他 江山神色复杂 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早知如此 又何必当初呢 路过妈妈 我知道路过在哪 不过 我不觉得 你去找路过 能解决什么问题 有时间的话 你先来我这里一趟吧 韩熙茫然地睁大眼睛 虽然不清楚 江山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但幸好 找到了路过的线索了 好 我马上过去 第四十八章 决心 韩熙最后的机会 路过生忙完眼下的工作 起身准备要去卫生间 下一秒 揣在上一口袋里的手机 忽然震了起来 喂 发生什么事了 路过生停下脚步 接起了电话 几铃焦急的声音 在电话那边响起 老洛 刚才路过的母亲找过来了 说要带路过回去 路过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路过生皱着眉头 呼吸逐渐加重 她来干什么 是不是路过给她打电话了 宁宁呢 她知不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清楚 宁宁早上回来了一趟 结果又走了 可能又去找她哥了 路过她妈来的时候 情绪很不好 我担心是不是 会不会是路过出了什么事 不请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路过生走到角落 见四下无人 声音不由自主的有些加大 我现在忙着呢 没办法回去 路过那边 你不用去管 既然她想回她妈那 就让她走 我路过生就当没这个儿子 老路 行了 路过生找到韩熙的联系方式 上一次两个人联络的时间 停留在了很多年以前 心绪难平的她 思索几秒后 给韩熙发去了一条消息 你告诉路过 她要是不想当我儿子 这辈子也别回来了 结束和路过母亲的通话 江山从床上起身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准备出发前往约定的地点 离家之前 她给闺蜜陈佩然 打去了一通电话 喂 陈佩然略显微米虚弱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响起 晚上我可能不过去了 怎么了 江山愁出几秒 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路过的妈妈 可能知道路过得病的事了 我得过去一趟 说完 江山明显感觉到 闺蜜的呼吸声迅速加重 那我也 江山干净利落地打断道 你就别和我过去了 我是路过的班人 有些话我来说比较好 陈佩然沉默了一下 好 好吧 江山放缓自己的语气 你别多想 有些事情不全是你的错 陈佩然轻叹一口气 都知道了 唉 你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了 我能不知道 只是我没想到 事情会这要求 也算难为你了 还让阿姨他们 一直在外边旅游 陈佩然苦笑道 和当初我给路过的伤害相比 这点小事 又算得了什么 江山犹豫几秒 想了想 还是提醒道 你的情况有些不对 有时间我和你一起 去医院看看吧 嗯 好好消息 一切由我 咖啡厅 进到咖啡厅以后 江山根本没有多想 他就知道 最角落里的这个精神唯靡 心不在焉 一直透过玻璃 看向街道外的女人 是他要找的人 他大步走了上去 坐到了韩熙对面 路过妈妈 没错吧 您是江老师 韩熙正要起身 江山将手放在了 他的肩膀上 制止了韩熙起身 不用起来 还是坐着聊吧 江老师 你在电话里说的 路过现在住的地方 是我闺蜜的房子 你要想知道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地址 韩熙正正地看着江山 恨不得现在 就从江山嘴里得知地址 可是知道以后 他又能怎么做 直接找过去 冷静下来以后 韩熙忽然感到阵阵心酸 明明他才是路过的母亲 明明这种事情 是他该为路过做的 你给我打电话 就说明 你知道路过得病的事情了 能不能问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山没有提及 他之前打过电话 但电话 是被其他人接通的事 而是询问起了 韩熙是怎么了解到 路过得病的情况 韩熙说起了 自己最近睡眠不好 去医院看病 偶然见到了路过 和林梦一起出来 严谨一概的叙述 透露出了许多内容 江山没有详细询问 毕竟 那不是他找韩熙来的重点 路过现在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 韩熙的内心 就已经被无尽的悔恨淹没 如果他能早点 觉察到路过的异样 把他从路过生那里接回来 或许路过 就不会得这么严重的病 然而下一秒 江山说出的话 让韩熙同样无地自容 路过得了病 他的父亲并不知情 而你也是 现在才意外得知 这就说明 一开始路过 就没想着告诉你们这件事 家庭环境是路过的病的主要诱因 所以我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路过现在的地址 那江老师 我该怎么办 江山眉头青醋 你有没有 在医生那里得知 路过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一提到路过的病 韩熙的眼睛瞬间就充斥着泪光 他抽气着 将医生告知她的话 讲述给了江山 闻声 江山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脸上显露的表情也更加复杂 我明白了 韩女士 你要是想见路过我可以答应你 可以现在就告诉你她的地址 但在这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医生的话已经证实 想要路过的主体人格苏醒 已经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了 所以这个问题 韩女士 你必须要想清楚 见到路过以后 你是想弥补现在的路过 还是想尽各种办法 都要治疗她的精神疾病 让你真正的儿子回来 韩熙瞬间哑口无言 我现在只想见到我的儿子 不管她的精神分裂能不能治好 我都不想看见我儿子 再这样过下去了 一想到现在的路过 仍在遭受着抑郁的折磨 韩熙的心里 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现在韩熙只想让儿子 回到自己身边 她一刻都不想等下去了 清冷的目光 扫射韩熙全身 江山徐徐开口 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 好 希望韩女士 能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路过 江山和韩熙的交流 没有花费太长时间 至于她为什么答应 要带韩熙上门 一方面是知道 路过病情的确切情况后 相信现在的她 能冷静处理这件事 另外一方面 是想给韩熙最后一次机会 过去她不知道也就算了 如今知道了 不管路过原不原谅 自己的亲生母亲 都应该由她来亲自告诉韩熙答案 同样的机会 路过生视而不见 韩熙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她能不能履行说出的话了 第49章 就算没有你们 我一个人同样很好 房间里 路过躺在床上 蜷缩着身体 看着天花板 她正正出神地 看着天花板上一个 微不可查的小黑点 整个人什么也不想 就这样看着 精神的乏累和胃部的疼痛 让路过难以入睡 只有全心全意做着某事 才能分散身体 带给她的痛感 放在身边的手机 没有什么消息 路过犹豫着拿起手机 解开密码锁 手指刚落在数字间位的时候 外面的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咚咚咚 三声缓慢地敲门声 路过从床上爬起来 拍了拍自己的脸 让精神清醒一些 一边忍着胃部的不适 一边穿上鞋走出了房间 被吵醒的路宁宁 从旁边的房间 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哥 是江老师吗 嗯 没睡醒就再睡一会 路宁宁摇了摇头 又用手揉了揉眼睛 不能睡了 中午睡得就晚 在睡晚上 就该睡不着了 河北水清醒一下 路过向路宁宁示意 桌子上有水 我去给江老师开门 短短的几步路 路过走得格外艰难 他走到门口 忍着疼痛 转动了门把手 房门打开的一刹那 路过的目光 看到了面无表情的江山 以及站在他身边 神色紧张的韩熙 身体的疼痛忽然停止了 原本还在紧绷着腹部肌肉的路过 放松了自己的身体 但他的心神在这一刻 代替身体紧绷了起来 你怎么带人来了 路过的话 听得让韩熙有些想要发疯 她是路过的亲生母亲啊 可现在和自己的亲生儿子 再度见面的时候 却只被一个毫无感情的人字所指代 韩女士今天去医院的时候 看见你了 知道你不在那边 就给我打了电话 原来如此 路过点了点头 算是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为何会主动登门的原因 所以呢 见都见了 还有其他的事吗 路过语气淡然 言语中没有特别指代某一个人 但无论是韩熙 还是江山都知道 路过这句话 是在对谁说的 路过 妈 我都知道了 亲眼见到路过以后 韩熙发现自己第一时间 竟然说不出 儿子和妈妈这两个词 和路过交流的时候 唯一能用的特定名词 似乎就只有我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对路过亏欠良多 她不求路过能够原谅自己 但她希望路过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弥补这些年的忽视和过错 路过 怎么不让蒋老师进来 喝完水的路宁宁 看见哥哥一直站在门口 江山也还没有进来 好奇的他 缓步走了过来 在看到江山和有过一面之缘的韩熙 韩熙一起出现以后 状态还算不错的她 瞪大了眼睛 情绪一下子有情转阴 江老师 韩阿姨 陆宁宁不嫌不淡地打了一声招呼 不算礼貌的态度 针对的是谁韩熙心知肚明 但她根本没心思在意这些 我都知道了 知道你的病的消息了 我没想过 你在陆国生那里 竟然过得这么痛苦 这几年是我不对 忽视了你 妈妈真的没有忘记过你 和妈妈回家住吧 别再一个人住在外边了 妈妈保证以后 绝对不会再忽视 你的感受了 求你 原谅妈妈好吗 韩熙身体颤抖 声音已经带着明显的哭腔 不等陆国说些什么 一直保持沉默的江山 轻声开口道 有些事情 还是进去说吧 陆国淡淡地看了江山一眼 愁出了几秒 还是让出了身位 不再堵着门口 放江山和韩熙走了进来 客厅的沙发足够宽敞 但四个人谁也没有坐下 陆国打开了一瓶 未开封的矿泉水 润了润嗓子 喝完以后 才转过身看向坐立难安的韩熙 所以 你是要带我回去 回你的家 哥 陆宁宁紧张地抱住了陆国的胳膊 意思不言而喻 不管眼前的韩阿姨 是不是自己哥哥的生母 她也绝对不愿意看到 哥哥被人抢走 没事 陆国轻声安慰了一句 继续凝视着自己的母亲 不疾不徐地问出了一个 让韩熙心情难安的问题 你想要带我回去这件事 许初安和陆婉熙知道吗 韩熙眼神闪躲 心里有些不安 不光是因为这件事 她没有对两个孩子说 同时还因为路过 对姐姐和妹妹的称呼 婉熙她最近很想你 初安也一样 陆国徐徐汉守 倒不是相信了韩熙的话 这个问题的答案 她根本就不在意 只是有些事情当母亲的忘了 路过这个名义上的儿子 还是需要提醒一下的 我觉得 你还是问问他们的意见 再做决定 当年送我离开的时候没有问过 现在总应该问一下孩子的意见了 毕竟我们都长大了 陆国毫无任何心理负担地 说出了这句诛心之言 有些东西 她可以不在意 但那个心如死灰放弃求活的人不行 陆国就算不为自己 也得为她讨一个公道 韩熙在听到以后 脸色顿时一片煞白 心如刀绞 脑海里止不住地 在回荡着陆国刚刚说出的那句 我们都长大了 她想到了医生说过的话 委屈悔恨 种种情绪一瞬间在心底晕开 让她的眼睛顿时红肿了起来 从她肚子里生出来的 真正的小儿子已经死了 面前这个占据自己孩子的躯体的人 就算是富人格 也同样是她的孩子 不管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见到自己真正的孩子 她都不想再让陆国离她远去了 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不对 韩熙失去冷静地抱住了陆国 陆国没有推开 也没有任何表情上的变化 妈妈再也不想把你送走了 和妈妈回去吧 过去妈妈欠你的 一定会千百倍的补偿回来 以后妈妈绝对不会一心扑在工作上 现在妈妈有能力抚养你 就算未来你不想工作也可以 妈妈还有存款 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病 妈妈只求你 不要丢掉妈妈 韩熙泪流满面 紧紧抱住陆国 但最终等来的 只有陆国冷冰冰的一句话 放开吧 压抑沉闷的气氛 让人难以忍受 耳旁响起的声音 驱使韩熙松开了自己的手 正然地凝视眼前毫无波澜地陆国 我现在一个人很好 身边还有宁宁陪着 我自己可以写歌 可以卖歌赚钱 就算不去高考以后 也不用再为生机发愁 我的精神也没有太大问题 抑郁也好了很多 不会再像过去那样 对这个世界心灰意冷 韩熙的眼泪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滑落 她连连摇头 不想再听陆国继续说下去了 但陆国不加理会 所以 还有什么问题吗 韩熙听得很清楚 陆国的意思是说 就算没有她的存在 她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可她又怎么能够接受